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天下午的时候 蒋红到市政府去向市长张卫正汇报追凶的工作进展 眼下这件事省内国内都在关注 两天的期限一到 市里得对外界有个说法才行 走下警车 蒋红抬头看看市政府楼上的巨大的国徽 心里头有些沉甸甸的 自己这次可真是错估了刑事 几千名警察洒出去 把中华市都翻了个底朝天 竟然就没揪出那名刑凶者 这一会儿可怎么向市长交代 上楼进了张卫正办公室 见张卫正正在宁眉看着一份文件 表情很是严肃 见蒋红进来 张卫正放下文件指了指面前的椅子 蒋红同志 坐 说说情况吧 蒋红上前一个敬礼并没有做 而是说道 市长 是我无能 请您批评 张卫正的眉心又拧到了一块 凶手还没有抓到 蒋红就说 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锁定 只是一时半会儿无法确定其位置 根据我们所获得的线索 犯罪嫌疑人已经逃出我事 张卫正伸手抽出一颗烟 闷闷的点着吸了一口 嗯 你确定吗 蒋红想了一下 还是说道 基本确定 张卫正显然不太相信 蒋红的这个说法 市里各个路口 全面封锁进行检查 犯罪嫌疑人 不是说完全就逃不出去 只是顶峰逃出去的可能性非常小 现在两天期限到了 蒋红没有找到人 自然会找个说辞 说着犯罪嫌疑人逃出了中华市 这样就不是中华警方追凶不利 同时呢 也给了市局更多的时间来追踪此案 从内心说 张卫正也希望蒋红说的都是真的 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中华市上上下下都没有好处 确实需要冷一冷了 可万一这是蒋红的临时借口 市里话音没落 嫌疑人被群众举报 在中华市被捉住了 要是有人叫起针来 倒会叫市里有些被动 不过这都是小问题 就算有人质疑 市里也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的过去 比方说是犯罪嫌疑人再次潜逃回来了 再比方说是市里啊 在故意的麻痹犯罪分子 所以张卫正还是在心里选择了支持蒋红的这个说法 只是他强调说 犯罪嫌疑人就是逃到天涯海角 也要不惜一切人力无力 想办法给我抓回来 蒋红就挺了挺身子 是 我们已经发了通缉令 同时成立了专案组 不管下多大力气 都一定会把嫌犯抓回来 这关乎到我们市局的荣誉和尊严 张卫正点了点头 嗯 你明白就好 然后他又沉声说道 现在外面对我市的治安状况多有质疑 市局要切实拿出整改措施来 蒋红心里咯噔一下子 张市长这句话的意思 倒是和曾毅一个立场了 要求市局有人出来为此负责 这让蒋红有些忧虑 看来市长对市里的治安状况 也是有所不满呢 想了一下 蒋红说道 我是治安状况大体稳定 这次的事件只是个例 不过我们会通过这件事情 积极总结 吸取教训 并且查找工作中的缺失 努力提升我市的治安环境 张卫正就不再说什么了 作为市长 他把意思点到即可 相信蒋红肯定会拿出一个 让群众满意的方案 对于中华市的治安状况 张卫正并没有什么切身的感受 他出去所看到的 无非都是经济形势一片大好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就算有个把的刁民 但绝对没有什么汉匪 不过 今天早上 媒体报道了增议的话之后 张卫正特地叫人去调查了一番 得到的反馈信息 竟然是很多市民都对中华市的 治安力度和状况不满意 反应最强烈的就是 小偷小摸问题 很多人可能以为 当市长的都是坐在办公室里 拍屁股做决定的 这种想法可多少带有一些偏见了 作为地方行政机关的首脑 市长每天所得到的信息和数据 远比常人要多得多 获取信息的渠道也非常多 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 只是从媒体上获取 或者是只是从下面粉饰过的 汇报文章里了解 了解当地民情 市长有很多渠道 比方说承调队 便是其中的渠道之一 当然 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渠道 换句话说 只要是市长想了解一件事 他就一定可以了解得到 只怕是他不愿意去了解 蒋洪出了张卫正办公室 心里稍松了口气 同时还琢磨着 这件事该怎么处理 听张市长的意思 这次必须得处理几个人了 下楼刚出门 就看到自己的司机 面带尴尬的来到他跟前 剧长 您过去看看吧 蒋洪的眉头就往下一沉 看着司机的脸色 就知道没什么好事 这司机也没敢多做解释 在前面就往蒋洪的坐驾而去 蒋洪就跟在了后面 等到了车前面看清楚状况 蒋洪的鼻子都快给气歪了 他汽车的左前轮上 被人拿一把大链锁 锁上了一辆自行车 蒋洪大怒 这是谁干的 司机赶紧说 我刚才丢到里面去上了个厕所 回来就成这个样子了 我问过门卫了 门卫说是看到农委的曾主任 骑着自行车进来了 蒋洪气得 两手的青筋都抱出来了 曾毅这个王八蛋 真是什么没品的事情 都能干得出来呀 别人出了丢人的事 生怕人家知道 可这个曾毅却是反的 他只怕别人不知道 自己的汽车被交紧扣了 自己的车子给扣了 就骑个自行车 跑到市政府大楼 来他个广而告知 这分明是在打蒋洪的脸呢 曾毅这是在告诉市政府里面的 所有领导干部 你们呢 也都把脑袋缩起来 千万别对市公安局这手画脚 弄得蒋大局长不高兴了 明天你们弄不好 也会被交警给扣了车 旁边还有记者拍照摄像呢 蒋洪气得是怒骂一声 无耻 小人 他一甩袖子就朝市政府门外走去 这事他没法去跟曾毅理论 自己错就错在 没想到曾毅会这么无赖 别人至少还会讲一点 当领导的体面 可这小子半点体面都不要 为了把你拖下水 他完全不介意 自己先沾上一身泥 你碰到这么不讲究的干部 蒋洪也没什么办法 要说这横的呀 就怕这不要命的 你去跟曾毅理论 搞不好 曾毅能当场喷你一连血 让你今天都无法从这全身而退 蒋洪出门的时候 市政府的门卫都躲在房里 不敢出来 只要眼睛不瞎 都能看得出蒋大局长是火气冲天呢 门卫是亲眼看到曾毅 把自行车锁在那的 可他没敢直说 只是说看见曾毅 骑车子进去了 这两位市领导之间的恩怨 哪是你小小一个门卫可以掺和的 蒋洪在门口 打了一辆出租车 气呼呼的就走了 把司机都给扔在了原地 这司机不敢怠慢 急忙又拦了辆车 匆匆追了过去 等出租车跑远了 市政府的门卫才从门房里出来 站在路边伸长了脖子 看着那消失的方向 嘴里也是嘖嘖感叹 哎呀 自个儿在市政府也看了十来年大门了 今天这种稀罕事 还是头一回看到呢 公安局长蒋洪的座驾 被锁在了市政府的楼下 进进出出的人都看到了 这消息很快就传遍了 整个市政府大院 甚至还有人借着外出办事 传达文件的功夫 特意跑去做一番求证 用门卫的话来说 这绝对是一桩稀罕事 整个下午市政府的人都在议论此事 有人是无动于衷 有人就看热闹 还有人在盼着下面能发生更精彩的事情 得知是增益的车子被扣在前 有人支持增益 也有人觉得很是不屑 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秦金党是最先得到消息的 他听了也只是从鼻孔里冷哼了一声 然后就自顾自的去忙了 经过这段时间 秦金党已经发现 自己的老板张卫正对增益 并没有恨到那种咬牙切齿的地步 相反 张市长似乎对增益 还有所观察和留意 尤其是江老视察中华市以后 秦金党作为市政府的大管家 那屁股是必须跟自己的老板做一遍的 就算对增益再不满 秦金党也不会再去找增益的麻烦了 更重要的是 秦金党也不敢去找增益的麻烦了 他已经被增益的小动作给整怕了 现在对于增益可是敬而远之 当然了 听到这事 秦金党心里还是有些想法的 他觉得增益这分明就是在作死 蒋红这个公安局长 那可不是什么软柿子呀 增益去找蒋红的难堪 根本就是鸡蛋碰石头 秦金党在心里就盼着 蒋红这回能够威风一把 狠狠地打击一下增益的嚣张气焰 一个小小的农委主任 在中华市都快横着走了 是该让他吃点教训了 副市长李介同得知这个消息 连连说道 斯文扫地 斯文扫地呀 是一副极恶如仇恨铁不成钢的口吻 不过 这 饥饿的对象 却是增益 李介同把杯子往桌子上一颗 黑着脸说 堂堂一位市政府领导 国家干部 竟然连这种小孩子撒气的把戏 都搞了出来 这想什么话呀 还要不要体面了 李介同现在可是恨极了增益 尤其是增益让大平县抓了李志勇之后 这可是结下了不死不休的梁子 秦金党只是盼着蒋红能教训一下增益 可李介同就恨不得蒋红能直接崩了增益 嘴上说增益斯文扫地 心里却只恨蒋红今天可太斯文了 你自己的座驾都被人锁了 这怎么能容忍呢 要不是还得顾忌点自己的体面和斯文 李介同都能拿起电话给蒋红打过去 给这把火上再浇点油 谁也没注意增益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是怎样离开的 可直到下班 蒋红的汽车还是原封不动的待在那里 看来增益是不打算帮蒋红开锁了 蒋红的坐驾就这样给扣在了市政府大院里 下班之前 中化市公安局召开了新闻通缉会 对小女孩被窃贼报复的案件 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因为小女孩家长不愿意配合 在会上 公安局只说已经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并且经过排查 以确定犯罪嫌疑人已经逃出了中化市境内 中化市局下一阶段将会加大追凶力度 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 在最短时间内将嫌疑犯抓捕归案 虽然这事情暂时是应付过去了 可不管怎样 蒋红这回可是丢了个大人 当初夸口两天之内一定会把嫌犯绳之以法 而现在这句话却结结实实的砸在了自己脚面上 第二天上班 曾毅没有专车 所以也没让司机老张来接 而是自己打了辆出租去上班 在办公室喝了杯茶 当天的报纸还没看完 曾毅就听到外面楼道里闹闹哄哄的 很是嘈杂 放下报纸 曾毅拉开门 就看到楼道里站了五六个人 正被办公室主任谢亮斌拦在那里 曾毅问道 怎么回事 曾毅到农委之后就吩咐过 只要有群众上门办事和反应问题 绝不能进行阻拦 不知道谢亮斌今天是怎么搞的 谢亮斌对那五六个人说道 你们在这里稍等啊 我向领导请示一下 他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 转身就快步来到曾毅身边 低声说道 主任到里面讲 曾毅微微一皱眉 就回到了办公室 谢亮斌跟了进来 反手合上办公室的门 主任 外面的几个人都是租咱们农委场所进行办公的企业代表 可他们今天像是约好了一样 全都过来要退租 还非常急 原因也是五花八门 我觉得这事有蹊跷 曾毅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似乎对此事一点都不意外 你就是拿脚趾头想 也知道这事不同寻常 退租嘛 当然很正常 可是所有的租户同时来退租 那就不正常了 必然是有人脅迫他们搬走的 曾毅就说 那就按照之前租赁合同的条款来办 该给他们退多少租金 你给他们结算一下好了 谢亮斌想了想还是提醒道 主任 我们预说的租金倒是还剩一部分 退给他们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我怕同志们会有什么不好的想法 曾毅微微点了点头 对了 现在这个谢亮斌才算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这话说的还算是个办公室主任该讲的话 曾毅把农委闲置的房子租出去 收的租金主要是用来提高单位干部职工的福利待遇 如果没了这租金收入 这福利自然就没了 肯定会有人心怀不满 如果你一直没有福利 倒也罢了 最怕的就是福利提高以后 又突然给取消或者降低了 那样不单会招致下面职工的怨气 还会大大的损害 曾毅这位一把手的微信 曾毅就说道 你先去给他们结算 吵吵闹闹的像什么样子 不过随即又放缓了口气 说道 结算完以后 你再过来一趟 谢亮斌脸上还是很惋惜的表情 不过心里却是大喜 曾主任这话语气前后有别 这就是对自己刚才那番提醒 放在心上 他赶紧说 好 我马上去办 过了不过十几分钟 谢亮斌就又回来了 金门就说 主任 账目都已经结算完毕了 曾毅点了点头 指了指面前的椅子 示意谢亮斌坐下说话 谢亮斌又说道 这些企业也太不像话了 我们这么好的条件和地段 给他们很优惠的租金 这已经是他们得了大便宜 结果他们办事一点都不厚道 你就算要退租 至少也得提前几天打个招呼吧 谢亮斌一边数落那些企业的不是 一边很客气的在椅子上坐了板边屁股 等着曾毅的指示 曾毅把面前的报纸收起 靠在椅背上又稍作思索 然后说道 我们农委地处市中心繁华地段 周边的交通情况似乎不太好吧 谢亮斌连连点头 是啊 可不是嘛 车流量实在是太大了 每天来上班 我都得提前一些时间出门 要不然肯定会给堵在路上 主要是从咱们这往东走 一个路口就是医院 周一到周五啊 到医院看病的车子 总是能站一个车道 等到了周末呢 又换成西边那两座商场了 购物的人来晚了 连停车的地方都找不到 曾毅就说 我们农委这么大的地方 应该可以停很多辆车吧 谢亮斌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连连点头 是啊 以前这里还是市政辅助态所的时候 停车位就是有数目的 如果只是前面这一部分的话 有一百二十个停车位 要是再加上后面的区域 总共可以停两百辆车呢 不过以前招待所没有对停车位进行仔细的规划 如果仔细的好好规划一番 停二百六七十辆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谢亮斌已经明白曾毅的意思了 曾主任这是准备把农委内部的停车位开放 供外面的社会车辆停放 这既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而且还不怕别人搞乱 租办公室的企业就那么几个 很方便就赶走了 而且企业顾虑也多 可是变成停车场 整天这车来车往的 谁还能把所有要停车的人都赶跑啊 他赶不跑也不赶赶 赶企业你可以暗地里操作 可你要敢停车的人就必须要见光了 那这个躲在背后的人是谁 谁就都清楚了 他可是绝对不想见光的 曾毅的手在桌子上重重一敲 作为政府部门 我们有义务改善办公场所附近的交通状况 既方便群众也方便自己 你拿个方案出来 把我们农委的停车位 先拿出一部分来对社会开放 暂时可以先开放前面这一部分 效果好的话 可以考虑拿出更多的停车位 服务社会 谢亮斌忙不迭的点头啊 就前面那个医院的停车场 听说是院长承包给了自己的小舅子 每年除了上交给医院的租金以外 院长的小舅子还能赚个几百万呢 那简直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啊 更重要的是 这确实是件大好事 农委附近再没有大型的停车场了 每天去医院看病的患者 往往在门口得排至少半个小时的队 才能把汽车停进去 有的时候甚至还要等待超过两个小时 不单会影响医院门口的交通 而且对于患者来说 停车本身也是一种折磨 而就在医院这一路之隔的农委 却有两百个停车位在闲置着 如果把这些车位对社会开放 对于农委来说 可以多一笔额外收入 可对于农委附近办事 看病购物的那些人来说 也是个方便之举 还可以缓解这一片区域的交通状况 是一举多得呀 谢亮斌在一瞬间都想到了外包停车位的方案 他也有小舅子大姐夫之类的亲戚等着提携呢 可再一想 谢亮斌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争取曾主任的好感 自己真这么搞了 那肯定是因小失大 再说了 这个节骨眼上外包给自个儿的亲戚 那反倒是害了他们 你想想那些着急要退租的企业吧 有人还巴不得你把停车位外包给具体的某一个人呢 谢亮斌就从椅子上站起来 好 我马上去办这件事 下班之前 我把方案拿过来给曾主任过目 曾义却一摆手 不用了 这样的小事你自己拿主意就行了 谢亮斌又激动了 一年几百万收益的事情对曾主任来说 竟然是提不上嘴的小事 不知道有多少人等着这好事呢 尤其是在农委 这种没有油水的衙门 八辈子也不可能碰上这种好事啊 现在好事是上门了 只可惜时机不对啊 要不然 谢亮斌收起思路又说道 如果没有别的事那我就先回去了 他朝后退了两步 然后转过身子朝门口走去 他现在可真是有点恨那个蒋红了 谢亮斌出门以后 曾义的眉头就锁了起来 市公安局的手段也太低劣了 昨天是要抓自己司机的现行 今天都直接来骚扰和这事完全无关的企业了 这让曾义有些恼火 曾义锁车的行为 虽然手段也很低劣 很多人都看不上眼 可至少是光明正大的 冤有头债有主 我对你蒋红不满 我就找你 而市局在这方面可就实在太没品了 恼火归恼火 可曾义也不得不承认 自己对付蒋红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双方的权力相差太大了 锁车那也是曾义的无奈之举 曾义在中化市没有任何一个盟友 也不会有人会给他讲话 如果曾义自己不开口不行动的话 那在中化市可就成了彻头彻尾的空气 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行医人为首治病救人 为官得在先 功而忘思 一道官徒 一一一官 一人一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衣冠 原著谢荣鹏 演播 租了农委厂地办公的几家企业 集体前来退租 曾义知道 这肯定是有人在背后骚扰他们 虽然把农委的停车位向社会开放的办法可以避免经济损失 但是曾义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付蒋鸿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双方权力相差 相差实在是太大了 不过事实也证明 增益到中化市的一系列策略是成功的 市公安局之所以会打击市农委 至少说明他们还是很在意曾义这位农委主任的 甚至是有点怕 如果是换了空气一般的农委主任 谁还会在意你说了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呢 正在想着这件事 兜里的电话就响了 曾义拿起来一看 是徐丽打来的 他赶紧接了起来 电话里传来徐丽的声音 老板 事办成了 曾义有些意外 没想到徐丽的办事效率这么快 昨天才交代的事情今天就有结果了 曾义问道 确实了吗 绝无差错 徐丽的话就像钢铁一般硬 像子弹一样干脆 按照您的吩咐 人已经前往云海了 曾义精神大振 好 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 辛苦你了 徐丽倒有些不好意思 老板 那我挂了 收起电话 曾义不由捏了捏拳头 这颗重磅炸弹扔下去 我就不信 江洪你还能坐得住 我就不信 这中华市的治安状况 没有一点改变 这一天 市长张卫正正迈步走下坐驾 抬脚 进入市政府大楼 他想以饱满的精神状态 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刚走出电梯 秦京党就站在了电梯外面 焦急地喊道 市长 脸上也有些气急败坏的样子 张卫正面色一沉 心情顿时大坏 谁愿意在这一天一开始的时候 就看到这么一张写满了 没好事的脸 张卫正什么也没说 沉着脸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合上办公室的门 秦京党立刻拿出一份今天的报纸 老板 这是今天省里的一份报纸 您过目 张卫正很不悦地说道 究竟什么事情 讲 和平常一样 他脱下外套 习惯性地往办公椅上一坐 顺手抓起茶杯 根本没有理会那份报纸 秦京党就说道 据这份报纸的报道 我是公安局有两名警官 在前天晚上 进入一家印总会 进行娱乐活动 张卫正的茶杯 刚举到嘴边 还没来得及喝呢 就愣在了那里 片刻之后 脸色黑得有些吓人 就听当的一声 张卫正把茶杯 狠狠地磕在了桌子上 然后抓起那份报纸 只见上面 有一个大大的标题 无心抓贼 有心娱乐 副标题是 中华市两名警官 结伴进入娱乐场所 在这标题的下面 还配发了一幅照片 上面共有三名男子 其中一个 一看就是 叶总会经理模样的打扮 另外两位则是 便衣装束 跟叶总会这经理 正嬉笑言谈 背景上 某某娱乐会所的招牌 非常显眼 照片下面 报道是 中华市 刚刚发生一起 令全省群众 都非常气愤的 窃贼报复儿童事件 现在凶手尚未抓获 我们的警察 便在发布会 刚刚结束以后 着急出入娱乐场所 进行娱乐活动 抛开警规警记不讲 中华市的警察队伍 存在如此风气 那么抓不到凶手 似乎也就可以预料了 之前 早有中华市官员 批评中华市的治安状况 令人堪忧 又有窃贼在公开场合 公然报复一名 仅有五岁的弱小儿童 由此可以知道 中华市的治安系统 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啪的一声 张卫正一掌 把这报纸拍在了桌子上 站起身 一手插腰 另一只手指着报纸喝道 不像话 太不像话了 还想我们中华市 不够丢人吗 秦金党没有作声 他现在 不能够很清楚的揣测出 张卫正这句话 到底是冲着谁在发火 是冲着那两个 被抓了现行的倒霉蛋呢 还是冲着某某人 记者拍摄到进入娱乐场所的警察 这事也有可能 可抓得这么准 报道的又这么及时 事先又没有任何形式的知会 这就有些不正常了 这明显是有目标的呀 正值市里刚刚发生了一起 恶性伤同事件 那这份报道就更显得耐人寻味了 还有另一件事 那就是市公安局跟市农委的增议闹翻了脸 这份报道会不会是中华市自己人搞的 也未可知啊 从心里说 秦金党觉得这肯定就是增议搞的鬼 这小子根本就是个逮谁咬谁的疯狗 你不惹他 他还要冲你呲牙呢 你要是惹了他 他肯定是没完没了 从这一点说 蒋红这次招惹增议 绝对是不明智的 在中华这块地面上 蒋红这个公安局长 肯定要比增议这农委主任威风 可要放到中华市以外 谁比谁威风可就很难讲咯 秦金党是这么认为的 可他不敢保证张卫正也这么认为 所以他选择了默不作声 张卫正火冒三丈的又说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蒋红呢 他这个局长是怎么干的 还能不能干了 秦金党这才说道 我已经向市局发了求证 估计很快就有回复 话音刚落 秘书敲门进来 市长 蒋红 蒋局长来了 说是有很简要的事情 向您汇报 让他进来 张卫正一声怒吓 倒把秘书给吓了一跳 心说张市长很少发这么大的火呀 他反身去请蒋红的时候 特别还向蒋红打了个眼色 示意他自求多福 蒋红此时的一个头有三个大呀 伤同事件好不容易才给稳住 凶手还没抓到呢 转眼又冒出这么一档子事来 这分明是要我的老命啊 蒋红进来打了个敬礼 市长 张卫正在桌子上的报纸上 狠狠地拍了两下 蒋大局长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蒋红就赶紧说道 市长 关于这份报道 市局已经展开了调查 对于报道中所涉及的那两名警察 我们也采取了措施 不过据其中一个人解释说 他这份报道是完全在胡说八道 算命照片的人只是乡像 并不是他本人 张卫正还没等蒋红说完 就再次一拍桌子 打断了蒋红的解释 我看是你蒋红在胡说八道 一个是乡像 两个还是乡像吗 张卫正岂能不怒啊 用一点常识 就能判断出这个报道的真假 蒋红这个办案经验丰富的公安局长 居然把在逻辑上 丝毫都站不住脚的东西拿出来向自己解释 你这是何等居心呢 蒋红满头大汗 他本是想赌一下 毕竟仅凭着一张照片 也很难确定当事人身份呢 作为市局局长 蒋红当然是想把这件事情压下来 尤其是在发生了伤同事件的关口上 能不惹其他麻烦最好 如果两件事一起爆发的话 还真是吃不住啊 蒋红赶紧连连点头 是是 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严肃调查 一旦落实就绝不轻饶 张卫正插着腰 语气稍稍放缓了一些 你们到底是怎么搞的 治安系统接二连三发生事情 到底还能不能消停下来 蒋红连声说道 请市长放心 我们有能力做好治安工作 也有信心 张卫正生气肯定是生气 出了这种事 蒋红一身的麻烦 他这位大市长 脸上也照样没有光彩 可生气归生气 训斥并不能解决问题 眼下最要紧的 还是立刻拿出方案 平息事件 尽可能降低这件事 对中华市声誉的影响 张卫正有些恨铁不成钢 对于治安要下大力气 对于害群之马 更要下重手 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蒋红连连保证 是 我们一定按照市长的指示 做好工作 张卫正还要再讲什么 面前的电话却响了 一看号码 是市委书记赵真吉打过来的 张卫正就压了压火 朝站在屋里的蒋红和秦金党 挥了挥手 两个人很有眼色 各怀心事的离开了张卫正的办公室 接起电话 张卫正说道 班长有什么指示 赵吉珍开口说道 今天审报的报道 魏正同志看到了吧 感情这也是为那篇报道来的 张卫正说道 我也是刚刚看到 那方便的话 请魏正同志过来一趟吧 赵真吉发出了邀请 张卫正也赶紧应了下来 好的 我这边正好没有事 我这就过去 赵真吉很少请自己到市委那边去 过去肯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商量 放下电话 张卫正大口喝了半杯茶 这才夺出门朝着市委去了 到的时候市委书记赵真吉已经在那等着了 简单几句寒暄 赵真吉把张卫正请到沙发上坐下 然后直奔主题 他拿过一个牛皮纸袋子说道 这是今天早上从市委宣传部转过来的 是关于那篇报道的一些补充资料 魏正同志也看看吧 张卫正有些意外 既然是从宣传部转来的 那说明省报在报道之前 还走过省里的宣传口 张卫正拿起这纸袋打开 抽出一打子照片 刚翻了两张 张卫正的脸可就黑了起来 照片上还是那两个人 不过这次不是在叶总会的门口 而是在叶总会的包间里 那场面简直令人无法直视 赵真吉抽了口言 悠悠地说道 此事不寻常啊 张卫正点了点头 他之前也怀疑这份报道 可能是增益搞出来的 但增益锁车在先 如果要搞这个报道 增益似乎也就不用耍魂了 另外一个可能 就是媒体在追踪报道 伤同事件的时候偶然拍到了上面这一幕 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只是等看到这从宣传口转来的东西 张卫正才觉得 这事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这报道能通到宣传口的审查 说明是上面有人在关注中华市的伤同事件 同时也是对中华市的警察队伍有所不满了 而这篇报道就是一记重锤 张卫正想了想说的 增益书记 我认为市里警察队伍的风气和纪律 都有必要进行一次大整顿 大学习了 赵增吉点了点头 这也正是他找张卫正过来沟通的目的所在 免得在这件事上 一二把手再产生意见分歧 作为市长 张卫正肯定是不愿意把事情闹大的 可这已经是最明智的选择 这次可不能敷衍了事 上面盯着呢 赵增吉就拍了板做出决定 那回头开个会 把这件事情给抓起来 下午中华市就召开会议 对全市治安系统的整改学习 做出了重要的指示 要求全市警察队伍 立即展开行动 竖警风 抢警记 打好自身铁 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面貌 投入到保卫中华市人民财产生命安全的伟大事业中 曾毅没有资格参与这个会议 但他对于这个结果比较满意 警察队伍没有改变 中华市的治安状况就不会有任何改变 曾毅扔出的这颗重磅炸弹 目的就是要逼迫中华市的治安系统不得不整改 不得不有所改变 毕竟曾毅只是一个人 要做好整座城市的治安工作 靠的一定是全体警察的努力 而不是曾毅这个农委主任 徐立也真是很能办事啊 短短一天的时间就按照曾毅的指示 挖出了如此一颗有分量的炸弹 这比曾毅预料的要好多了 接连几天 中华市的警察队伍都在整改学习 大街上的治安力量明显有所加强 就连平时看不到的社区治安员 也开始走上街头进行安全巡查 而遗憾的是 那个华商小女孩的毛贼始终没有落网 人们也开始慢慢的淡忘此事 这天中午吃饭的时候 曾毅接到了顾迪的电话 哎 老曾 我今天会到家通市的市计厂转一转 正好明天是周末 我到中华市找你去 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曾毅笑着答应 好啊 这地方你随便挑 标准肯定是最高的 绝对帮你高兴而来 满意而归 哈哈 那就这么定了 明天一早 我就到中华 第二天是周末 曾毅起来吃过早饭 出门打了辆车 朝中华市东郊而去 他跟顾迪约好了 在东郊的一家新开业的会馆见面 这个会馆也是综合性场所 里面有度假山庄 还有高尔夫球场 网球场 游泳 健身设施也是一应俱全 不过因为是刚开业 知道的人并不是太多 曾毅来的时候 会馆大厅还是冷冷清清的 在这等了有半个小时 就看到顾迪的车子 停在了会馆门口 曾毅起身去赢的时候 顾迪已经走了进来 还是那副夸张的表情 哈哈笑道 哎呀老曾 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你 有这么闲情意志的时候啊 曾毅也呵呵笑着说 我又不是机器人 周末别人都休息 我也得休息啊 顾迪怪笑两声 嗨别说呀 以前我还一直把你当成是机器人呢 原来不是啊 倒是我看走眼了呀 曾毅也跟顾迪瞎扯着 机器人也得包养维护啊 两个人一边往里走 曾毅又说 家通室的检测设计场 你平时可是很少去看呢 顾迪笑得嘴都合不住了 哈哈这次不同啊 昨天是开订货会 我这个股东 当然得去看一看呢 曾毅倒是有些意外 自打到了中华市以后 他也很少关注以前那些项目了 心里一算时间 嗯 这检测设计场 果然是到了正式投产的时候了 曾毅就问道 怎么样 订货情况如何 顾迪叹息道 哎 我现在才知道 这检测设计项目 有多么的赚钱啊 那根本就不叫订货会 完全是 是送钱会啊 从昨天起啊 我顾迪 也就正式过上了那种 做梦睡觉 也在数钱的生活咯 曾毅是哈哈大笑 从顾迪的语气里 就知道 昨天的订货会 一定是非常成功 而且是超出了预期的好 其实这也不算意外 有江波集团和 戴维基金 在国内外一起发力推销 检测设计的推广 不存在任何障碍 这个项目可以说是一本万利 现在 西医的诊断 越来越依靠检测结果 只要这种方式不改变 检测设计的需求 就会非常旺盛 除非是出现了新的同类检测试剂 或者新的检测方法 曾毅就笑着说 那你顾总可得请客呀 没问题 那今天的消费都算是我的 曾毅笑着说 得了 今天就免了吧 这是我东道主的权利 岂能轻易出让 顾迪也不跟曾毅客气 那就下回 以后啊 你去银海 消费就全部算我的 顾迪很是开心 他这个东江大哨 想挣钱 其实是非常容易 可是要想正儿八经的赚钱 却不是那么容易 之前 他跟董立阳 合伙搞地产项目 那都得偷偷摸摸的搞 只有这个检测试剂的项目 他可以光明正大的投资 也可以拿到桌面上去对别人讲 在这一点上 顾迪很是感激曾毅 只要有好事 曾毅也绝不会忘记自己的铁杆棚挡 两个人在后面的高尔夫球场转了转 最后又回到屋里 去台球室找了张桌子 让服务员送来了一壶茶 两个人在那就有一搭没一搭的打起了台球 打球倒是次要的 主要是闲聊 而诺大的台球室 也就只有曾毅和顾迪两个人 两个人也不用避讳什么 聊着省里的各种八卦 顾迪推了一杆球 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哎老子 中华市那个小女孩被伤害的案子还没破 曾毅点了点头 是啊 凶手究竟是跑去哪了 到现在谁都说不清楚 顾迪把杆子一竖 鞋靠在桌子上说道 嘿 我就纳闷了 中华市这么多警察 有这么多先进设备 怎么连个小毛贼都抓不到啊 曾毅很无奈的摇了摇头 往前一推杆 事实就是如此啊 你以为蒋大局长他不着急吗 顾迪真有些不理解了 哎我说啊 中华市的治安状况 真的由你讲的那么糟糕吗 按说不应该啊 中华市的财政非常宽裕 在治安方面多投入一点资金 完全不是问题 怎么治安状况 反倒不如那些穷地方呢 曾毅索性把球杆一竖 这问题就出在了经济发达 财政宽裕上 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 就往往越是鱼龙混杂 只是这些黑暗的东西 被繁荣的表面遮掩起来了罢了 嗯 这个倒是事实 可是也不至于 连个毛贼都治不了了吧 顾迪依然在追问 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 必然伴随各种状况 这个道理他是知道的 可经济发达的地方有很多 也不是个个都像中华市这么糟糕啊 曾毅放下球杆 来到旁边的沙发上 倒了一杯水 不是治不了 是没人去治 中华市经济起不早 财政多年来都很宽裕 所以经过几次福利改革 中华市公务员的薪资水平 已经非常高了 一名最基层的普通民警 就算没有任何灰色收入 一年这薪水加福利 算下来也有将近十万块了 顾迪也坐过去 端起杯子喝着水 嗯 高薪养莲 这很好嘛 曾毅看着顾迪 高薪是可以养莲 但高薪也扬懒 如果没有检测试剂的项目 你是不是还得整天忙东忙西 想着办法去找赚钱的项目啊 顾迪点了点头 嗯 这倒是实话 没有检测试剂这种长久高收益的项目 自己肯定会绞尽脑汁去折腾 而有了这个项目 自己只需要坐等分红就是了 单靠这些分红自己几辈子都不用发愁 完全没必要去折腾了 曾毅笑着看了看顾迪又说道 有一件事啊 你可能想都没想到 最近的三年时间 中华市公安局都没有以任何过失 开除过任何一名警察 高薪养莲本身没有错 错就错在了没有讲成机制 每天坐在办公室喝喝茶就能养家糊口 有没有任何考核压力 谁愿意出去干那些得罪人的事情呢 顾迪再次点头 增益对于人性的把握要远远胜于自己 看问题也更加精准 中华市有钱 他们提高警察待遇 增加警力和设备 本意是为了更好的服务社会 谁知却变成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 中华市警察的战斗力非但没有提高 反倒还下降了 问题的癥结就出在了没有讲成机制上 让警察身份成了铁饭碗和终身制 在这样只进不出的氛围里 战斗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增益又说道 治安系统不同于别的行政部门 这个部门不能养闲人 更不能养懒人 虽然中华市局也配了协警 可协警不管是 更做不了主 指望拿一丁点的协警工资 就出正式警察的力气 那不现实 他们也没义务出那么大力气 顾迪嘖嘖了两声 哎难怪啊 他理解了 增益为什么要向中华市局下死守了 不打破这个只进不出的氛围 中华市的治安状况 怕是很难有所改变 顾迪叹息道 希望中华市的治安状况 这次能够有所改变吧 不变不行了 增益说到这儿 正了正神色 儿童没有保护自我的能力 他们完全依靠我们这些成人进行保护 所以几乎所有的政府 都把保护儿童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 这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让儿童去建议勇为 这是政府的失职 更是我们成年人的耻辱 如果孩子建议勇为之后 反遭到报复 那更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莫大悲哀 就算经济成果再辉煌再伟大 那也是苍白无力的 长篇小说 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请继续收听 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德在先 功而忘思 一道官徒 一医一官 一人一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医官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顾迪和曾毅 在东郊的台球会馆里 谈起了中华市治安的话题 曾毅很严肃地告诉顾迪 让儿童去建议勇为 是政府的失职 更是成年人的耻辱 如果儿童建议勇为之后 反遭报复 那更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莫大悲哀 就算经济成果再辉煌 再伟大 那也是苍白无力的 顾迪听完 一时说不出话来 他终于明白 曾毅这次要动真格的原因所在了 曾毅的话也着实触动了顾迪 一个孩子面对窃贼站了出来 却遭到了报复 这是整个社会的莫大耻辱 中华市的治安状况到了这个地步 正向曾毅所说 已经是糟糕到无法再糟糕了 两个人相对正沉默的时候 台球市的门口传来了一阵嘈杂声 就听一个阴阳怪气的强调说道 呀 还真是出门欲贵人啊 这不是我们中华市的市领导 堂堂的市能为主任吗 这阴阳怪气的腔调 让顾迪一听就很不舒服 眉头不由一下子就沉了下去 曾毅抬头去看 然后冷冷的瞥了一眼 屁股是压根没动 对着顾迪低声说道 是副市长李介同的公子 顾迪就明白 这个调调为什么会那么阴阳怪气 原来是被曾毅收拾过的那个 李志勇李大公子啊 曾毅就说 要不要换个地方 曾毅懒得搭理李志勇 顾迪是难得过来一趟 他不想因为李志勇这颗老鼠屎 坏了自己的好心情 顾迪的身子却没动 曾毅是懒得搭理李志勇 可顾迪却想着收拾收拾李志勇 反正下雨天打孩子 闲着也是闲着 李志勇走了过来 身后还跟着几个呼朋狗友 估计也是来这打台球的 他竟自走到曾毅跟顾迪的那张台球桌前 伸手随便一拨了 把桌上的球搅乱 然后斜斜往那一靠 说道这市里最近正在整风呢 严禁干部出入娱乐场所 曾主任到这来怕是不合适吧 这事要是传出去 可是有损您曾主任的名声啊 李志勇身后那些人都嘲讽的笑了起来 有人还拿出手机 当时就在那比划着 这要是来个记者 给曾主任这么咔嚓一拍照 搞不好明天又登报了呢 李志勇又假惺惺的装好人 是啊 曾主任可得小心哪 今天多亏是遇到我们哥几个了 要是换了那帮记者 在报纸上在一桶煽风点火 曾主任你可就说不清楚咯 曾义拿起杯子轻轻喝了一口 又静静的说道 小李啊 最近没有给李市长传货吧 噗 顾迪刚喝到嘴里的一口茶 就喷了出去 曾义比这李志勇也大不了多少 竟然开口喊对方小李 而且是一副老气横丘的架势 仿佛是长辈在教训晚辈 这景象让顾迪也差点笑崩 李志勇的脸上浮现出很厉的怒色 曾义这明显是在占自己便宜啊 当时他牙关都咬在了一起 他身后那几个呼朋狗友 立刻站出来给他撑腰 上前几步 把曾义围在了中间 哎 小李 是你喊的吗 曾义连眼皮都不抬 淡定从容的 还是坐在那儿喝着茶水 心里想 这真是物以类聚啊 看看李志勇教的这都是什么人 动不动就玩的以多欺少 完全是街头小流氓的架势 整天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也难怪李志勇没什么长进 就听曾义说的 老大不小的人了 不要整天让李市长出来给你擦屁股 说着曾义把茶杯往桌上轻轻一放 又说道 该懂事了 李志勇气得拳头都攥起来了 就是他爹李介童都没用过这种语气训过自己 曾义这分明是在训小孩啊 他恨恨的说了一句 我的事就不劳你操心了 这个亏呀 他还只能认 曾义虽然年纪不大 却是他父亲的同事 从这一点上说 曾义教训他两句还确实是有这个资格 这让李志勇想翻脸都没法翻脸 李志勇认了亏 可李志勇那些朋友却不干了 当时就有人拿手指着曾义 嘿小子 你算哪根葱啊 敢这样跟我们李哥讲话 我警告你 立刻给李哥盗窃 否则今天没你的好 那个说 就是还真拿资格当回事了 不就是一个芝麻烈大的小官吗 一个破农委主任 还能搭得过副市长吗 别不识谈H 曾义脸色一沉 双手往沙发扶手上移放 李志勇 你好自为之 整天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 对你 对李市长 都没有什么好处 说完 曾义一拍扶手就打算走人 他实在不愿意跟李志勇这种人 多说一句话 李志勇这个时候 却挡在了曾义面前 站住 曾义 你怎么说我李志勇都行 但不能说我的朋友 哦 曾义回身看了李志勇一眼 倒是有些意外 是李志勇真把这些混混当朋友讲义气呢 还是今天真打算来找自己的茬啊 曾义觉得李志勇真是不实抬举 你那些所谓的朋友刚才羞辱我 我不予追究 已经是看你爹的面子了 你小子现在反倒站出来要找我理论 你还真拿自个当回事了吧 曾义两手往背后一贴 冷冷的看着李志勇 那架势分明就是 我倒要看看你能怎么样 这目光让李志勇心里有些发毛 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半步 不过看看自己这边这么多人 李志勇的胆气又壮了几分 曾主任 你必须向我的朋友道歉 曾义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还到这李志勇能玩出什么长脸的事呢 原来就憋出这个呀 当下曾义连搭理对方的心思都没了 他冲顾底一时眼色 就准备转身走人 站住 这次叫喊的是李志勇那些呼朋狗友 他们往曾义面前一拦 哎 李哥让你道歉 你是耳朵容了没听见呢 还是拿我们李哥的话当放屁呢 曾义冷笑道 我说怎么这么臭 原来是有人在放屁 你 那几个当时就给气炸了 他本是想恐吓曾义 谁知道却被曾义讲成了这样 这时候顾狄站起身来 皱着眉头很厌恶的说道 何止是臭 简直就是臭不可闻 看李志勇跟他这帮朋友竟然是这么一个水平 这哪是什么公子哥啊 分明就是小流氓 顾底也顿时没了跟对方纠缠的兴致 跟这些人多说一句话 那都是既丢人又掉价 李志勇一下子就拦住了顾底 哎 你想的什么意思 对于曾义他多少有些顾忌 毕竟那是政府官员 连自己的父亲都很难搞定 可对曾义身边的这个年轻人 李志勇就没那么多顾虑了 他狠狠地盯着顾底 你欠抽是吧 顾底冷笑两声 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来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李志勇当时可就火了 他被曾义瞧不上也就罢了 现在竟然连一个毫不相干的人 都敢如此小视自己 这完全是不把自己当回事啊 他当时就喝道 哼 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 天有多高 地有多厚 老子的巴掌有多疼 说着李志勇抡起胳膊就要动手 就听啪的一下 他胳膊刚抬起来 就被曾义一把给捏住了 曾义冷冷盯着李志勇 李志勇 你不要没事找事 惹下麻烦你爹也救不了你 李志勇怒火上头啊 他瞪着曾义 姓曾的 老子看你不顺眼很久了 上次大平线警察抓我 就是你小子搞的鬼 这笔账我咋都想跟你算了 曾义又警告道 李志勇 护脚蛮缠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顾迪在一旁说道 想算账 让李戒彤来 他这话倒是没错 那件事 是曾义跟李戒彤之间较量以后达成了妥协 想算账的话 那也应该是李戒彤来算 那看李戒彤是想把这笔账算明白呢 还是想让他儿子把牢底做穿 这李志勇完全就是个十足的蠢货 李志勇咆哮起来 当下就说 老子先给你小子把账算清楚 兄弟们 给我上 狠狠的教训 教训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王八蛋 这帮家伙也不含糊 让他们对曾义动手 他们倒没那个胆量 毕竟那是国家干部 可要收拾顾迪 他们就没这个顾虑了 先打了再说 反正有李志勇兜底 当下有人就抽出一根球杆 朝着顾迪挥了过去 那球杆在空中划过 发出嗖嗖的撕裂声 顾迪站在那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只是从鼻孔里冷冷的哼了一声 吵死 他对曾义的伸手可是再放心不过了 几乎是在同时 曾义也发出同样的一声怒哼 怒哼的同一时间 脚步也跨了上去 没等那家伙的球杆挥下去 曾义抬腿就是一脚 对方是连人带球杆 一起往一边飞了出去 那家伙咚的一声 撞在一张抬球桌上 抬球桌都发出一阵痛苦的吱吱声 从原地也给撞出去一截 另外有个家伙反应过来 高喊道 兄弟们一起上 他们几个抓球杆的抓球杆 找椅子的找椅子 要对曾义来他个群起而公之 李志勇到底还是有些顾虑 张嘴喊了起来 先把那个白点的放倒 他是想招呼自个儿兄弟先收拾顾笛 就见曾义反手就是一巴掌 啪的一声 李志勇的话还没喊完呢 直接就给甩了一个大猎切闪了出去 他登登登退了好几步 然后一屁股坐到在地 半边脸上肿出来一个红色的掌印 有人赶紧过去扶他起来 李哥 李哥你没事吧 李志勇站起来 一把推开那人 他眼睛都红了 张嘴吐了口血 落地还砸到地面 啪啪直响 这肯定是牙掉了呀 他被曾义这巴掌 打得彻底失去了李志 吼叫道 给我上 都给我上 往死里打 说着 这小子捞起一根球杆 就朝曾义冲了过来 顾迪这时候又摇了摇头 这个家伙不光是蠢 而且蠢的令人觉得可怜 你跟曾义拼命 那不是自找苦吃吗 李志勇挥着球杆 第一个冲上来 可惜还没冲到曾义的面前 迎面一个茶杯就飞了过来 李志勇脸上顿时被砸得是开了花 没等他反应过来 肚皮那儿又是一股 大力传来 李志勇就往后面飞了出去 他刚才是从哪儿爬起来的 现在又跌回到哪儿去了 另外那些家伙还往上冲 被曾义几乎是一拳放到一个 一脚踹飞一个 眨眼间就全躺在地上 动弹不得了 剩下有两个有些严厉的 一看曾义太猛 转身就跑 等出了抬球室的门 就听他们在外面扯着嗓子喊了起来 打人啦 打人啦 干不打死人啦 顾迪 朝着门口的方向不屑的吃了一声 转身朝曾义笑道 老曾啊 你这当了领导 伸手还是不减当年嘛 当年在荣城 曾义为了保护崔恩西 在硬挨了一棍的前提下 把一群持血流氓 打得是用担架抬走 这件事 顾迪可是记忆犹新 在他眼里 曾义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怪物 曾义也没跟顾迪客气 得了 我跟他在这还有一笔账要算 你先走吧 顾迪看了看 躺在地上满脸开花的李志勇 嘴里瑟瑟两声 我跟着李公子之间 看来也得好好的算一算账咯 话是这么说 顾迪也没有在这多做停留 他在曾义肩膀上一拍 就朝门口走去 他这个东江大少 实在也不适合在这里露面 门口那儿有五六个保安 此时正好进来 他们后面还跟着一个 四十来岁的胖子 跑得是气喘吁吁 看样子是他们这的老板 听说副市长李介同的公子 被人给揍了 那胖老板急急忙忙就跑了过来 谁知刚进门 迎面就差点撞上要出门的顾迪 这胖老板一看到顾迪 先是一愣 随即面露惊恐之色 赶紧就说 让开 说着上前就帮了着那几个保安 把出门的通道给让了出来 顾迪扫了那胖老板一眼 很明显对方是认出自己了 可顾迪却没有任何关于对方的印象 那胖老板见顾迪看自己 赶紧堆出笑脸 黑黑的笑着 在这个关头 他也不方便贸然向顾迪打招呼 顾迪也没兴致 现在去追问对方 如何认识自己 转身在胖老板恭敬的目光中 扬长而去 这胖老板目送顾迪离开 这才回身看台球室 里面这个场面可真是惨啊 地上横七竖八躺了好几个 一个个哼哼唧唧 动都动不了 而折断的台球杆也散落了一地 前面的保安就扯着嗓子开始喊 谁这么大胆子 敢在我们这里 保安是准备先来个先生夺人 压压场子 胖老板却赶紧喝止道 闭嘴 他已经看到台球室里 唯一一个太平无事的人呢 就是市农委主任曾毅 胖老板是认识曾毅的 因为他搞的这个会馆 也有董立阳的一份子 董立阳自然是对他有所叮嘱 曾毅今天能来这儿 也是因为这个缘由 只是今天曾毅过来 也没有打招呼 所以胖老板并不知道 现在看到曾毅 他就只惶恐自己怠慢了贵宾 曾毅回身 看了这胖老板一眼 微微一点头 就坐回之前喝茶的沙发里 然后拿出手机 拨给了副市长李介彤 胖老板只能是站在那儿 琢磨着刚才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大公子怎么会被揍得这么惨呢 曾毅的来头他是清楚的 再加上刚才出去的顾敌 胖老板毫不犹豫 就知道自己该站在哪一边 保安门也是有些懵 老板急火火的把大伙叫出来 本以为今天免不了要动醋呢 谁知道到了地方 老板却不着急了 就跟头绵羊一般的往那儿一缩 倒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再看曾毅 电话接通以后 里面传来了李介彤那冷冰冰的声音 曾毅同志啊 什么事啊 曾毅不紧不慢的说道 李市长是这么回事 我刚才遇到了志勇 他说要跟我算一算上一次的一笔账 李市长你看这个事该如何处理啊 混账 谁让他这么干的 李介彤一听就炸了 这个混账东西人在哪儿 让他听电话 曾毅瞅了一眼 躺在不远处的李志勇 他现在不方便听电话 就听李介彤又怒喝道 太混账了 简直是不可理喻 曾毅同志 你现在人在哪儿呢 我马上过去 曾毅就说 我在东郊的家民会馆 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等我过去 看我怎么收拾它 李介彤也不耽搁 骂了两句 就挂断了电话 收起电话 曾毅就坐在那儿 等着副市长李介彤的到来 这也是他瞧不起李志勇的一个原因 这个家伙就是个十足的蠢货 完全拎不清自身的状况 上次假种子的事情 曾毅已经和李介彤达成了私下的妥协 李介彤答应支持增益的农产品交易所方案 并且保证今后永不再提转基因种子推广的事 曾毅这才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选择放李志勇一马 这是给李介彤一个面子 也是给市公安局一个台阶下 大家皆大欢喜 依旧维持中化市表面上这一团和气的局面 而现在李志勇却来找曾毅的茬 想要算算这笔账 这完全就是脑子进水了呀 他这是给他老子李介彤惹麻烦 也是给市公安局惹麻烦 对一万不讲 大平县警方可以抓他一次 就可以再抓他第二次 今天李志勇一露面 曾毅就看出这小子来者不善 所以上来先警告对方 不要给李介彤闯祸 可惜啊 这李志勇没那个悟性 不但没有清醒 反倒继续来寻曾毅的麻烦 甚至无视了曾毅的第二次警告 最后还把怒火要发泄在顾迪头上 顾迪是曾毅的铁杆死的 更是曾毅今天的客人 李志勇要对顾迪动手 那可就不是曾毅能够忍耐的事情了 把李志勇打了 把李志勇打了也就打了 曾毅根本不怕 因为李介彤就算再不满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这个事情李介彤根本就不想搞大 也是不敢闹大 李志勇卖假种子的事情一旦被捅开 他这个副市长也就没脸干了 再说 李介彤已经对曾毅恨到了极点 曾毅就算是装好人 对方也是不会领情的 所以曾毅干脆就没客气 胖老板始终就站在一旁 看着地上那堆人 也是有些暗暗吃惊 这里除了曾毅也就是顾大少毫发无伤的走了 难道放倒这么多人 都是曾毅一个人干的 这未免也太强悍了吧 关键是干倒了这么多人 曾毅看起来好像一点亏都没吃啊 这个身手可比自己请来的这些保安要强太多了呀 这时候地上的李志勇有点缓过劲来了 躺在地上哼哼了两声 啊啊王王总 要不是李志勇这声呼唤 胖老板还真没发现 这个满脸开花的家伙就是李大公子 那模样叫一个惨喽 胖老板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走了过去 弯下身子说 李公子 你没事吧 要是能动弹呢 李志勇都要发飙了 你眼睛瞎了呀 老子都被人揍成这样了 能叫没事吗 他就说 王总 报 报警 抓住那个姓曾的 别让他跑了 胖老板回身看了一眼曾毅 先说你李志勇多虑了 人家曾主任根本就没有跑的意思 胖老板就说 要不我先送你去医院 可别耽误了智商啊 李志勇目露凶光 恶狠狠的说道 老子哪儿也不去 老子不能被白打 报警 胖老板一看着李志勇是铁了心 也就不再搭理对方 叹了一声 哎 何必呢 说完 他直起身子站在那儿 压根就没有要报警的意思 李志勇等了半天 不见着胖老板行动 就咬着牙又贺问一句 姓王的 你什么意思 胖老板没有理会他 反倒到了保安面前 低声吩咐了一名保安去监控室 胖老板见李志勇铁星要报警 那自然是要把该处理的都要提前处理一下 等吩咐完 胖老板抬手指着剩下的几个保安又说道 哎 你们几个都去门口守着 李志勇气得差点喷血呀 这王胖子不叫人守着曾毅 却让人去守着门口 这屋里就剩下曾毅跟自己这会儿啊 让曾毅再收拾自己可咋办呢 李志勇倒是也多虑了 他今天要不是想朝顾迪下手 曾毅连跟他讲话的兴致都没有 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行医人为首治病救人 为官得在先功而忘思 医道官徒一医一官 医人医国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原著谢荣鹏演播阿陈 东郊嘉明会馆的老板 吩咐保安去处理一下录像 又让另外几个守到门口去 这可把李志勇给气坏了 这保安刚出去 之前跑到的那个李志勇的同伙 也回来了 巴在门口看看这情况已经稳定了 可也没再敢朝曾毅那边去 只是远远的朝着李志勇喊 哎 李哥 你没事吧 李志勇躺在地上喊 刘子 报警 兄弟们不能白白的挨打 豁出去也要让这兴森的倒霉 那两个家伙立刻拿起电话 好 听李哥的 然后就开始报警 估计在公安局还有点关系 直接打给了一位具体的警官 胖老板本想过去阻止的 可看到曾毅坐那一直没动 也就忍住了 心想 李志勇这不是嫌自己还不够倒霉吗 今天这事还牵扯到了顾大少 报警啊 倒霉的只能是你自己 曾毅在那冷笑了一声 上一回放过这个李志勇 那是政治上的一种妥协 是为了更好的干好事情 但这并不代表放过李志勇 是曾毅内心的本意 曾毅在事后不去找李志勇的麻烦 已经是对方的大造化了 现在李志勇反过来 还找曾毅的麻烦 那是生怕自己死的慢呢 那曾毅也就不拦着了 等会警察来了 看他李志勇怎么收场 过了有十几分钟 李志勇赶来了 锦门一看 可就被里面的情况给惊呆了 他站在那张大了嘴 好半天没有讲出话来 胖老板赶紧上前 跟李志勇打了个招呼 李老板 您看这事闹的 他很懂分寸 没有称呼李志勇为市长 而是叫李老板 李志勇眼睛扫了一圈 也没有找到自家儿子 就准备开口询问 李志勇这个时候 却喊叫了起来 爸 你看看 我都叫他给打成什么样子了 你要给我出这口气 李志勇大吃一惊啊 眼前这哪是自己的儿子 这还有人模样吗 他当时心中是怒火生起 曾毅呀曾毅 你也太过分了 就算我儿子混账在先 也不能把人打成这样吧 这当老子的自然是心疼自家儿子 李志勇憋了半天 这才骂出来一句 你 你 你这个混账东西 按照他原先的打算 他本来是要先想抽离 这用一巴掌的 这混账东西实在是不给自己省心呢 结果一来看到儿子这副惨样 他这个巴掌可就甩不下去了 李志勇被人打 本来以为父亲一来能给自个儿撑腰 谁知道又挨了骂 当时可就咆哮开了 被打的可是我呀 是你儿子我 你是不是换了头了 你到底是帮我还是帮别人呢 李介同气得是浑身发颤的 你 你给我闭嘴 他既是弃儿子不长进 不懂事 又是弃增益 完全不把自己这个主管领导 放在眼里呀 李志勇脑子本来就不灵光 这个时候可就更浑了 那就要人把我打死吧 死了就闭嘴了 你也成事了 李介同是真想上去踹儿子一脚啊 可又实在是下不去这脚 只能恨恨的盯着在那泛魂的李志勇 你这个文章玩意儿 你怎么就不想想 当初人家曾毅为什么要放你出来 你的把柄被人捏着 你斗得过人家吗 曾毅倒没兴趣看这出闹剧 他站起身走了过来 李市长 事情的经过刚才电话里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 李介同果然是认了 他一点头沉着脸说道 我来处理 说着李介同伸手去扶儿子站起来 他心里可是恨极了曾毅 可又不能不忍 谁让自家儿子不争气呢 没事 你为什么要去招惹曾毅呀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曾毅也就不再耽搁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那我就先走了 李介同再次点头 只是脸色黑得吓人 要不是韩阳好 他也要忍不住跟曾毅动手 李志勇刚站起身来就恶狠狠地看着曾毅 吼叫道 你不能走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醒曾的 老子要让你付出代价 曾毅站住了脚 回身看向李介同 李介同也发了火 朝李介同吼了一句 你给我闭嘴 他当然能够理解儿子的心情 可又实在是烦躁得很 为什么自家儿子就没有一点机灵劲呢 要是机灵的话 今天这事都不会发生 也不会让你老子现在是又难看又难受 曾毅见李介同没有别的说法 便抬脚往门口走 刚一挪步 门口进来几名警察 为首一人沉着脸问道 是谁报的警啊 警察刚问完 李介同就接着发出一声怒吼 是谁报的警 他回身看着曾毅 他以为是曾毅报的警 李志勇喊了起来 我报的 他指着曾毅又说 是李大打人 你们管不管 李介同这个斯文人 这回可终于发了火 一巴掌甩过去 把刚站起身来的李志勇 又打倒在地 抱你个头 他转身又对那警察说道 我看是误会了 这里没有人报警 那警察一愣 还没见过这种情况呢 一边当着自己的面打人 一边还喊着没人报警 这也太猖狂了吧 不过定睛一看 这警察就赶紧立正进了个礼 原来是副市长李介同 在教训自家孩子呀 警察当时就说 李市长 现在警察也不好处理了 老子打儿子 天经地义呀 何况打人的还是李副市长 这事不好管 也不能管啊 他有些郁闷 刚才李志勇的哥们报警 也没说他是被自己老子给打了呀 要知道是这么回事 那自个打死也不会来看李副市长的热闹啊 不过 这李副市长 这下手也太狠了吧 把自家儿子都打成这个狗模样了 这个惨样 哪能还认出来是个人呢 这警察在心里头直嘀咕 哎呀 到底这李志勇惹了什么祸呀 竟然让李副市长如此生气 刚才李志勇一喊是领导打人 紧接着李介同就动了手 警察们自然是以为打人的就是李介同了 为首的警察是这一片的派出所所长 还是有些眼力见 赶紧就提出告辞 既然没人报警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他哪敢在这儿看李副市长的热闹啊 李志勇又从地上爬了起来 满脸是血 仿佛杀神一般 再次拿手指枪增议嘶吼道 谁说没人报警 我被他打成这个样子 那你看不见呢 警察恶然了 他们一进来 就让李介同的一巴掌给弄懵了 所以还没有注意到曾毅 这个时候看到曾毅那何止是意外呀 简直就是震惊 这不是施农委的曾毅曾主任吗 他现在可是彻底懵了 心说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啊 曾毅把李志勇打成了这副狗模样 而李志勇的父亲李副市长竟然说没人报警 这胳膊肘竟然朝外拐 不护着自己儿子 反倒护着打了儿子的外人 这么稀奇的事情还是头一次见呢 尤其是发生在市领导之间 这事情的离奇程度 让警察都觉得有些兴奋 李介同再次呵斥道 你给我闭嘴 李志勇却指着李介同说道 反正你也不帮我出去 就让人把我打死得了 说着李志勇就朝曾毅又挑衅道 来呀 有种就打死老子 曾毅压根没理会 已经变成了疯狗的李志勇 只是副手站在那儿 要看李介同到底怎么收场 反正现在尴尬的又不是自己 李介同恨不得上去 再抽李志勇几巴掌 好能够把他打醒 可惜最终也没下得了手 他心里也清楚 就算再打他十巴掌 怕是这儿子也清醒不了 这家伙耍起魂来 简直就是六亲不认呢 李介同只能回身 看着那名警察说道 你是 警察赶紧说 李市长 我是成东派出所的所长 马大元 李介同就把这个名字给记了下来 他这可不是要给马大元邀功 而是认准政主 如果今天这事传了出去 自己肯定要找马大元的麻烦 李介同便对马大元说道 小马 今天这事给你们添麻烦了 如果说你忙的话 你们就先回去吧 这里由我来处理 马大元赶紧答应 好 可他嘴上硬着脚底下却站那没动 刚才他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离开 可是知道打人的是增议以后 马大元倒是不着急了 市局蒋大局长的座驾 至今还锁在市政府大楼前呢 这都快成了中华市局的一个笑话了 现在好不容易逮到增议的一个把柄 马大元当然不愿意错过 李志勇一看他爹要赶警察走 立马就不干了 李介同 你是不是我死了 你才开心呢 那我就死给你看 说着李志勇左右一打量 就奔得抬球捉去了 到了捉跟前 脑袋往下一栽 咚的一声 撞在了桌面上 这一幕把现场的人都给惊呆了 王胖子是张大了嘴呀 好半天都没合上 他万万没有想到 平时看起来挺正常的李志勇 犯起魂来竟然是这个模样 马大元则是差点没笑喷出来 这李志勇多大的人了 你还玩这么一套 他还是不想死 真想死的话 直接就奔曾义去呀 那曾义能把他打成这副惨样 就绝对能把他打得更惨一些 李介同可要快崩溃掉了 那是既难堪 又担心儿子出了闪事 他也吼道 你撞 有本事你就撞死算了 李志勇只是耍魂 又不是真撞 撞了两下 就往地上再是一躺 李介同 我剩下来就是让别人往死里打的吗 我没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吧 马大元这时候上前两步 李师长 要不这样吧 我先叫人送志勇到医院去包扎一下 你看流了这么多血 可别出什么意外呀 李介同看看躺在地上满口胡话的李志勇 又看了看副手站在一旁 像没事人一般的增益 最后他一跺脚 我不管了 说完 李介同一甩袖子气冲冲的走了 他今天可算是丢人丢到家了 马大元等李介同离开 立刻吩咐警察上前 要把李志勇和他受伤的那些狐朋狗友一起带走 他还说道 都注意点啊 看着点伤口 曾毅这个时候说道 马所长 是不是我也要跟你回去一趟啊 马大元面色一致 他所谓带李志勇去医院砍伤 无非是要先去给李志勇他们验伤 然后再露奋口供 把曾毅打人的事实给坐实了 现在被曾毅一语道破 马大元自然是有些尴尬 不用不用 有什么事情 我去向曾主任汇报好了 曾毅好歹是市领导啊 就算牵扯进一般的案件 市公安局也没有权利忽来喝去 必须要先经过一系列的流程 得到市委的同意之后 才能进行调查 马大元自然是不敢留曾毅的 他也没那个权利 曾毅冷冷的看了马大元两眼 然后迈步朝台球室门口走去 李志勇一看曾毅要走 一轱辘又从地上爬起来 准备上前阻拦 姓曾大 你别走 老是跟你没完 马大元急忙上前拉住了李志勇 志勇志勇 还是要先去砍伤 这可耽误不得呀 说着 马大元又在李志勇的耳边 低声说了句什么 李志勇这才安静了下来 只是嘴上依旧是骂骂咧咧的 曾毅的脚下 丝毫没有半分停滞 不紧不慢的出了台球室 然后掏出手机 拨给顾迪 老郭 你人呢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 电话里传来顾迪的声音 哎 算了 让这王八蛋一搅和 我也没兴致了 先回云海了 曾毅也只好作罢 行吧 那就找机会下回再聚 顾迪在电话里依然哈哈笑着 哈哈 能够亲眼看到老曾你动手 我这一趟也真是不需此行啊 曾毅叹了一声 嗨 那就这么着吧 路上小心点 挂了电话 曾毅也出了这个会馆 门口早已经没了顾迪的作家 曾毅就到门口打了辆出租车 回市区去了 再说马大元 把李志勇一群人弄上车 让人先送他们去验商 然后就准备去提 嘉明会馆的摄像记录 找到经理王胖子 马大元就说 哎 王总 今天上午所有的监控记录 我们要提走 王胖子不慌不忙 陪着个笑脸 不好意思 马所长 今天设备检修 没开监控 马大元一愣 哎 王胖子这什么意思呀 他又追问道 真没开 王胖子就一抬手 真没开 马所长可以亲自过去检查吗 马大元可就不好再去了 王胖子既然说的那么肯定 那自己过去看也是白看 他就说 上午台求市到底是什么状况 你们有没有看到啊 王胖子就看向身旁的保安 我说你们几个 你们都看到了什么 赶紧向马所长如实汇报 那几个保安一口同声 我们进去的时候 就已经是马所长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至于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就不清楚了 马大元眉头微微一锁 他觉得 王胖子今天的态度很奇怪 似乎是在刻意隐瞒着什么 这跟平时完全不同啊 他想了一下又问道 还有没有其他人出入太球室啊 刚才送那几个人上车的时候 马大元也大致检查过他们的伤势了 不算很重 可也不轻 要说是增益一个人放倒了那好几个 马大元觉得有些不大可能 保安们还是回答说 没看到 就听王胖子又说 凡是我们这里的客人呢 都可以随意使用会馆的一切设备 要不我把上午有登记的客人名单给马所长拿来 马大元更加确定这个王胖子有问题 对方这么说 那就是说今天来的客人都有可能进过台球室 那李志勇究竟是谁打的还很难说得清呢 反正也没人证 更没有监控视频 马大元还是点了点头 啊 那就把名单敷衍一下吧 这也是聊胜于无啊 名单拿回去分析一下 说不定会有什么收获呢 这王胖子就吩咐保安 去拿来今天登记的客人名单 然后交给了马大元 客客气气的送他离开 再说李志勇这群人 到医院去验了伤 除了李志勇伤得比较厉害 其他人都伤得不重 那几个人做了笔录 都一口咬定 是被曾毅打的 他们也提到 现场还有另外一个人 只是那个人没有动手 跟打架毫无关系 马大元仔细核实 确认没有遗漏差错之后 就直奔市局 把这起案子第一时间 就汇报给了蒋红 蒋大局长 周一一上班 中华市官场就传出了 一条爆炸性的消息 说市农委主任曾毅 把副市长李介同的公子 打成了重伤 住进了医院 这个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 中华市各大机关 关于曾毅打人的原因 也传出了很多个版本 有的说 是曾毅平时对自己的 上级领导李介同 缺乏尊重 李志勇去给父亲讨个说法 结果反被毒打了一顿 有的说 两个人在家民会馆 切磋球计 曾毅输得恼羞成怒 把李志勇狠狠地教训了一番 而更离谱的 说曾毅和李志勇 同时看中了一个会馆的球妹 争锋吃醋而大打出手 再加上曾毅还是李介同的直接下属 这当下属的打了领导的宝贝儿子 如此劲爆的消息 不被大伙关注都难 到了中午 事情又传出了新的进展 说是身受重伤的李志勇 全身缠满了纱布绷带 躺在农尾门口讨说法去了 这一下可就更热闹了 大家议论的同时 都按道这个曾毅可真是能折腾啊 大家在中化市干了这么多年了 见到的稀奇事 加在一块也没有曾毅 来到中化市以后多呀 而且这事情是一件比一件火爆 先是要火烧发明显 再是让进坟办的主任李介同 成了空架子 紧接着又朝市公安局开炮 锁了蒋大局长的坐驾 现在就更猛了 不单把副市长李介同的公子给打了 还把对方逼到了 要堵上门去讨公道的地步 大家都竖起了耳朵 睁大了眼睛 静静等候着这事情接下来的发展 中化市可是很多年 没有这么热闹了 小小一件事情 竟然把副市长 公安局长 农委主任 这三位市领导级别的人物 都牵扯了进去 农委的办公场所 地处中化市最繁华的路段 这个时候门口也围满了 经过的群众 十几个人 站在农委的正门口 手里扯着横幅 嘴上还有节奏的 高喊着口号 还我公道 李志勇 躺在一张担架上 那纱布把他裹的呀 只剩下两只眼睛露在外面 在他旁边还歪歪斜斜地站着 其他几个被增益打伤的呼朋狗友 要么是架着胳膊 要么是鼻青脸肿 那几个家伙像是炫耀一般的 向周围群众展示着自己的伤势 堂堂的市领导 国家干部 就在无故殴打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你们看看 把我们都打成什么样子了 那几个家伙也是顺便煽风点火 往增一头上扣着各种屎盆子 另一个说 人家是市领导 公安局也管不了 我们只能到这来讨个说法了 也让大伙都看清楚 这个恶官的嘴脸 李志勇两只眼睛滴溜溜转了几圈 见周围群众的情绪都给煽动起来了 顿时心情大爽 还有着几分得意 幸赠的 今天就让你知道 老子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你敢打我 我就敢让你在中华市臭名远扬 身败名裂 李志勇心中得意 不过嘴上却发出痛苦的呻吟 哎哟 我的头好痛啊 我的胳膊也断了 当领导的都是王八蛋 草菅人命 李志勇这一骂呀 连他父亲也给骂进去了 农委办公室主任谢亮斌 隔着玻璃 看到了外面的情况 他的眉头深深的锁在一起 外面群众们的情绪可是越来越激动了 农委只有三名保安哪 要是这些群众被煽动的要闯进来 那可如何是好啊 长篇小说首席医官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德在先 功而忘思 一道官徒 一医一官 一人一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首席医官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李志勇带着自己的一群死党 在农委门门口闹市 搅得路过的群众也是心神不宁 谢两宾隔着玻璃看到外边的情况 眉毛可就深深的皱在了一起 农委只有三名保安哪 要是这些群众被煽动的要闯进来 那可如何是好啊 谢两宾想了想赶紧转身上楼 敲开了曾毅的办公室 曾主任 不能再由着他们颠倒黑白了 曾毅抬起头 透过窗户也看了看门口的情况就说 你去给公安局打个电话 把这里的情况讲明白 让他们立刻派人过来维持秩序 谢让斌点头答应 心想 就算蒋大局长跟我们曾主任不对付 也不能坐视不管吧 外面闹成这个样子 市里面上上下下都传遍了 我就不信他公安局没有接到消息 结果到现在都没有一名警察出现 这分明就是故意的呀 回到自己办公室 谢两宾就给公安局打了电话 他还留了个心眼 把打电话的过程录了音 这样就算是个证据 外面要是有人真闯了进来 看你公安局怎么交代 其实谢两宾也是多虑了 他不知道外面这一出 根本就是李志勇和蒋大局长合演的戏 既然是合作演出 公安局当然不可能搬起石头 再砸了自己的脚 他们的目的是要搞臭赠益 而不是把事情闹大 就算没有警察到场 外面的群众也是不会冲进来的 现场已经有几个便衣在维持引导了 所以 曾毅是一点都不着急的 坐在办公室里 满条丝里的喝着茶 看着报 李志勇愿意在外面晒太阳 就让他去晒好了 他在那闹 不是给农委难堪 而是给李志勇难堪 农委门口这么大的动静 市长张卫正自然是也听到了耳朵里 当时狠狠地把杯子往桌子上一刻 心想太不像话了 张卫正真是头疼不已啊 看别人当市长总那么从容轻松 为什么中化式的队伍就这么难带呢 尤其是这个曾毅和蒋洪 一个是整天的惹事 没事也能嚼起三尺浪 一个是无能之辈 一个小小的案子到现在都没能破案 闹得外面沸沸扬扬 让市里丢尽了脸面 现在就更离谱了 竟然还闹起了内讧 曾毅一个农委主任 跳出来指责市公安局治安不立 而市局呢 反过来就抓了曾毅一个 官车横行霸道 曾毅锁了蒋洪的坐驾 这蒋洪就纵容李志勇 去农委大闹 张卫正恨得直咬牙呀 你们这是在演连续剧吗 怎么还闹了个没完没了啊 想到这儿 张卫正就把自己的秘书叫了进来 去 把市局蒋局长给我叫来 秘书迟疑了一下说 刚才杨副市长和李副市长 已经分别让办公室给市局打过电话了 公安局那边说 蒋局长去下面指导工作了 不在市里 张卫正一听 心里稍稍有些意外 杨明欣打这个电话 自己倒是不太意外 从曾毅到中化市以来 杨明欣对曾毅的态度就始终有些暧昧 处处偏邦 而李剑桐打这个电话 就有点叫人觉得奇怪了 被打的可是他儿子呀 他现在应该巴不得把曾毅搞臭才是 怎么也着急联系市局去控制市态呢 到底是见多识广 心里一转 张卫正就有点猜到里面的原因了 同时也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 只是嘴上什么也没说 依然黑着脸道 下去知道工作 难道他蒋红就不回来了吗 你再去打个电话 不管有再重要的事情 叫他马上给我回来 是 秘书急忙答应 就出去打电话了 领导发了这种话 蒋红赶不回来吗 过了一会儿 秘书进来回报 现在没有联系到蒋局长本人 不过市局已经派人去通知了 相信蒋局长很快就能回来 张卫正摆了摆手 打发了秘书 心里有些烦躁 他顺手点上一颗烟 想着这件事该怎么处理 蒋红回来 必然也是咬死了 是曾毅动手打人 市局不好处理 再把这个棘手的难题 推给自己 那到时候自己该怎么办呢 难道真的要秉公处理 对曾毅动手打人的事情 进行调查吗 张卫正并不想这么做 虽然这个曾毅很招人恨 可问题并没有严重到那一步啊 曾毅没贪没腐 党性可靠 原则坚定 从大方面讲 这还是位好干部 只是一个小小的打架事件 根本犯不着大动干戈 再说了 这个打架 那岂是一只巴掌能拍响的吗 真动起了手 那双方肯定都有责任 李建同那儿子 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张卫正烦闷的把烟头摁死 有些不太明白 这个曾毅就算他是个一点就炸的主 也不会莽撞到要亲自动手打人吧 两个小时以后 蒋红到了市政府 进入大楼之前 蒋红又看了看那辆被锁在大楼前的座驾 鼻孔里顿时冷哼了一声 跟张卫正预料的一样 蒋红是一见面就大吐苦水 表示这不是自己不管呢 而是没有得到市委领导的同意 市公安局没有权利对曾毅这么一位市领导 进行任何调查呀 这意思很明白 要么市委领导表态对曾毅进行调查 要么市局就只能袖手旁观 蒋红可是恨死曾毅了 一旦市委同意调查 他肯定要把曾毅插个底朝天 不把曾毅弄个灰头土脸 他绝不会收手 张卫正早有算计 就听他冷冷的说道 如果事情闹大 你蒋红要负全责 到时候新账老账一起算 蒋红很是意外呀 没想到张卫正竟然还偏帮了曾毅 这话意思很明显呢 如果农委的事情再闹大 让中华市再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那么市里要和蒋红算总账呢 窃贼商同案至今没破 市里可是给蒋红还顶着压力呢 蒋红就说 我们再做做努力 争取事情协商和解 张卫正没有吭声 用无声表达了对蒋红的不满 曾毅再怎么折腾 到底还是有个底线的 不会闹得外面沸沸扬扬 可蒋红就太不像话了 生怕中华市丢的人还不够大吗 从市政府出来 蒋红并没有丝毫的郁闷 市长有市长的想法 市里爆出家丑 市长当然不想看到 不过就算不让李志勇闹 自己还是有办法整治增益的 这回非得让这个增益 栽个大跟头不可 刚出市政府 蒋红就接到了局办打来的电话 办公室的人汇报说 局长 省厅的张副厅长 半个小时后会到达我市 蒋红皱了皱眉 省厅领导加邻中华市 不会还是因为窃贼伤同案吧 那自己可得好好准备一下说辞 半个小时以后 中华市高速公路出口 一辆警车闪着灯使了出来 等看清楚排号 蒋红便领着局里的一众领导 快速上前 蒋红率先抬手敬礼 张厅长好 然后露出热情的笑容 来者正是张俊宇 他抬手还礼 然后又伸出大手 蒋红同志啊 这样很不好啊 太打搅同志们了嘛 蒋红呵呵笑着 这都是因为张厅长在我们东江省警界的微信高 同志们知道你要来都主动过来 拦都拦不住啊 张俊宇就跟后面的几个人一一打了招呼 态度十分亲切 显得是对每个人都很尊重 蒋红心里的石头就落地几分 看张厅长这个架势 似乎今天过来并没有很坏的事情 不过也难讲 省厅领导难得下来一趟 总不能一来就摆个臭脸吧 蒋红赶紧请示他 张厅长 这里车来车往不是说话的地方 要不先回局里吧 张俊宇点了点头 好 那就按蒋红同志的安排吧 一列警车排好队 浩浩荡荡 朝中华市局而去 在市公安局的会议室里 中华市公安局的领导全部到齐 分裂会议桌两侧 张俊宇被让到了守卫 蒋红率先鼓掌 同志们 请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张厅长为我们讲话 传达上级组织的重要指示 张俊宇压了压手 等掌声停歇这才说的 今天过来中华市 是受省委重要领导 以及省厅领导的委托 前来了解和督办 近期发生在中华市的两件案子 蒋红面色不变 身子却不由紧了几分 张俊宇开头就提到 省委重要领导 以及省厅领导 这让蒋红感到压力很大 别的部门或者人 被省委领导关注 那很有可能是好事 说明你进入了省委领导的视线 可公安局被省委领导关注 很多情况下可都不是什么好事啊 就听张俊宇继续说道 第一个案子相信大家心里都清楚 那就是窃贼伤同案 张俊宇说到这脸色疑素 这件案子性质非常恶劣 恶劣至极 严重的打击到了公众的安全感 并且影响到了我们治安执法部门的 威信和形象 此案不破 天理不容 法理不容 群众不容 我们身上穿的这身警服不容 会场的一众领导 就感到了一种无形的杀气 张副厅长的这话 可是杀气凛凛啊 一连几个不容 搞不好 这就是省委重要领导 对这起案件的批示啊 张俊宇强调完毕 又说道 请中华市的同志 汇报此案的进展情况 然后他黑着脸 翻开面前的笔记本 等着蒋红的汇报 蒋红捏了捏桌子底下的手 他也被张俊宇刚才的话给吓着了 看来省委领导 对于中华市破案不利 已经是很不满了 当下蒋红就说 张厅长 窃罪昌通案 是我们中华市公安局 目前的头等重案 而且是重中之重 重中之首 市局已经抽调 全市最精锐的干警队伍 组成了专案组 取消一切休假 全力与负地投入 对犯罪嫌疑人的抓捕行动 不抓住此犯 我们绝不罢休 张俊宇在本子上 记了了了两笔 然后也没有再开口搭话 显然是对蒋红的这个冠面说法 并不满意 蒋红接着说道 案件的具体情况 由专案组的负责同志 来向张厅长做汇报 蒋红测了测连 把下面的事情 推给了一位负责此案的局领导 这位领导赶紧就说 张厅长 案件的具体进展情况是这样的 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确认无误 专案组对犯罪嫌疑人近一年来的活动情况和人脉关系 也已经初步调查清楚 根据这些情况 我们经过严密的分析推测 基本上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可能藏匿和出现的三个地方 目前专案组已经奔赴着三个地方进行布控 只要犯罪嫌疑人一出现 我们就有把握将他抓捕归案 说完大概情况 这位专案组的领导又把具体的细节情况进行了汇报 包括如何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如何确定犯罪嫌疑人身份 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过往的调查 都一一进行了汇报 张骏宇在本子上记了满满的一页纸 最后扫了会场一圈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蒋红又接回话茬 张厅长 虽然犯罪嫌疑人还没有捉获 但是我相信那是迟早的事情 此案发生之后 我们更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并吸取教训 对全市的治安手段和措施 进行了大调整大整顿 加强了重点区域的监控和寻查 确保不会再发生此类事件 张骏宇就点了点头 等了半天 看看再没有进行补充 就说道 查缺补漏 亡羊补牢 是势在必行的 也希望中华市的同志们 能够高度重视此案 吸取教训 并且在最短时间里 将凶手抓获归案 给全省人民一个交代 蒋红不由松了口气 看来这个案子是暂时过关了 只是还不能够松懈大意 一天抓不到凶手 这件事就不算是结束 自己这个大局长 也不能说是高枕无忧 省委领导的耐性那可是有限的 如果在短时间内无法抓到凶手 自己可就很被动了 回过神来 蒋红就等着张骏宇说的第二个案子 按照他的推测 这第二个案子肯定就是 省报上那篇报道所提的 市局有两个不开眼的小领导 去会所从事娱乐活动的事情的 这跟商同案还有点关联 而且也造成了大影响 除此之外 市里最近也没有别的大案子了呀 对此蒋红也已经准备好了说法 经过市局党组的讨论 并经市里同意 已经决定对这两个倒霉家伙 基于开除紧急 免除一切职务处理 并调查其存在的其他问题 这算是非常严重的处理结果了 相信省厅领导应该会满意的 就见张骏宇 拿起面前的茶杯喝了口水 放下杯子以后 脸色再次严肃起来 第二件事 前天上午 在中华市东郊 嘉明会馆内 发生了一起 寻衅滋事的打架事件 相信中华市局 已经见到了相关情况 会场的人 就把视线若有若无的 投向了蒋红 这起案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蒋的局长最清楚啊 蒋红愣了一下 他非常意外 怎么这件事也进入了上级领导的视线呢 难道是曾毅把官司打到了上级领导那 不应该呀 是曾毅打了人 他有什么委屈可诉啊 再说 就算是曾毅到上级去打官司 张副厅长也不会来得如此迅速啊 总不会是李志勇这个蠢货 自己跑到上级去告了曾毅的状吧 蒋红亦是有些琢磨不透 李志勇再蠢 也不会蠢到这个地步的 而且省厅也根本管不到曾毅啊 曾毅的问题只能是由市委常委 或者再高一级的组织部门 才能够做出处理决定 你去告状也没有用啊 蒋红只能先接过张俊宇的询问 啊张厅长 是有这么一件事 这件事情的具体情况 是由东区派出所经手侦办处理的 是否把派出所的同志叫过来问一问呢 张俊宇没有反对 重重一点头 嗯 把派出所的同志叫过来问一问也好 蒋红就赶紧安排秘书 去找东区派出所的所长马大元过来 摸不清楚张俊宇提这个案子的来由 蒋红就不敢贸然乱讲 他把皮球踢给了马大元 这起案子本来也是马大元汇报给自己的 就让他去探探张副厅长的底 时间不长 马大元就到了 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蒋红沉着脸发出指示 马大元 这位是省厅的张副厅长 你把前天发生在嘉明会馆的那个案子 向张厅长详细汇报一下 马大元脸上露出谄媚的笑容 朝张俊宇弯下半个身子 张厅长您好 张俊宇微微一点头 很和气的说道 大元同志 那就辛苦你 把案子的详细过程向我讲述一遍 马大元大受鼓舞 张厅长 这起案子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前天上午我们先到报警求助 报警人说在嘉明会馆里被人殴打 于是我带着所里的几位民警就赶了过去 并在会馆台球室里看到了报警人 当时受伤的一共有四个人 四个人共同指认着行凶者 这行凶者的身份比较特殊 是市农委 刚说到这儿 张俊宇就打断了马大元的汇报 是谁接到报警电话 行凶者是否承认动手打人事实 打人的动机是什么 张俊宇一连三个问题 把大伙都问得一愣 现场一些老道的 就已经意识到这事情似乎有些不妙 张副厅长的这三个问题 似乎都有所指啊 马大元就接话说道 是我接的报警电话 蒋红一听 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子 一个派出所的所长竟然亲自接报警电话 这里面岂能没有问题啊 至少说明报警人是可以直接联系到马大元的 张俊宇提起比赖 在本子上重重记了一笔 接着讲 马大元尴尬的看着张俊宇 至于行凶者是否承认动手打人的事实 因为行凶者的身份特殊 我们没有调查权限 所以没有得到行凶者本人的核实 至于打人的动机 也没有得到行凶者本人的说法 张俊宇抬眼冷冷一扫 那报警人的说法呢 为什么被打呀 马大元赶紧说 报警人和行凶者早就认识 据报警人讲 是私人恩怨引起的 张俊宇再次追问 核实了没有 究竟是什么样的私人恩怨 马大元可就答不下去了 这个我们倒是不清楚 也没有进行核实 蒋红的脸色可就变了 他有点坐不住了 当时马大元跑来向自己汇报的时候 可是言之确凿呀 现在当着张副厅长的面 竟然一问三不知 你什么都没有核实 这简直是丢尽了中华市公安局的脸 好在张俊宇并没有追究这些细节 他把马大元的回答详细记录了下来 然后抬眼说道 好 大元同志就先到这里吧 蒋红也恨恨的接了一句 你先回去 咱好好地想一想 如果有什么疏漏遗忘的地方 立刻向我回报 他这是提醒马大元 回去之后赶紧亡羊补牢 把这事情的过程捋顺了 摆直了 马大元朝张俊宇和在座的市局领导们 欠了欠身子 这才恭恭敬敬地退了出去 蒋红很歉意地看着张俊宇 张厅长 下面派出所的人办事实在是马虎 关于这个案子的详细情况 我们会尽快加查清楚 然后汇报给您 张俊宇就说道 嗯 是得好好地查一查 要查得一清二楚 蒋红是连连点头 可是心里头还不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省厅的领导怎么会关注这么一起案子呢 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啊 而且省厅也不方便插手吧 他就说 请张厅长放心 我们会按照您的指示严肃调查此事 张俊宇一点头 打开放在旁边的文件夹 关于这个案子 省厅也见到了一些当事人提供的线索和反馈 在此把材料一并移交给你们 希望你们尽早得出调查结论 给各方各面一个交代 说着张俊宇拿出一个牛皮纸袋 推到了蒋红的面前 蒋红就更困惑了 给各方各面一个交代 到底是哪一方哪一面呢 接过牛皮袋 蒋红打开 从里面抽出一份文件 只看了短短两句 再看看下面的人名 当时就脸色大变 这哪是什么线索和反馈呀 分明就是一封到省厅的告状信 而且告状的还不是一般人 那可是省长顾明夫的公子 堂堂的东江大少 顾迪 蒋红脸上的汗珠子 一下子可就冒出来了 顾大公子在中华市的地盘上 被寻衅姿势还差点挨打 这不是要自己的老命吗 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德在先 功而忘思 一道官徒 一医一官 一人一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衣冠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沈公安厅副厅长张俊宇 来中华市都办两件案子 第二件案子就是台球会馆的这场斗殴 张俊宇把一个牛皮纸袋交给蒋红 蒋红打开一看脸色可就变了 这分明是一封告状信呢 而且告状的还不是一般人 而是省长顾名副的公子 堂堂的东江大少顾迪 这个时候张俊宇脸色一沉 省眉毛一条 非常严肃地说道 关于当事人反映的一些其他问题和线索 也必须进行彻底调查 要给出明确的说法 这声音中的杀气可是越来越盛了 蒋红连连硬着 是 是 他的屁股已经在座位上坐不住了 他赶紧站起身来 关于这起案件 我们一定会给省厅领导一个满意的解释 至于张俊宇所说的其他问题和线索 蒋红也看到了 就是顾迪这封告状信里所说的 李志勇威胁恐吓国家干部 还有要清散旧账这样的事情 严格来说 这倒也不能算是一封告状信 只是顾迪如实描述了自己在中华市的所见所闻 可提到的这庄庄渐渐足以骇人听闻了 省厅领导见到顾迪的反应 哪里还坐得住啊 第一时间就派张俊宇下来施加压力 要求中华市严惩涉事人员 张俊宇所说的给各方各面一个交代 一是让中华市局给省厅一个交代 二是要给顾迪一个交代 省厅是必须要对顾迪所反应的事情 给出解释和答复的 这可不是小事啊 省长公子 要是把自己在中华市亲眼目睹的这些事情 讲给省长顾明夫听 那省厅领导可就要头大了 张俊宇的指示也很明确 必须要对顾迪所反应的事情进行彻查 要彻底查清楚所有的事情 包括李志勇要跟曾义清算的旧账是什么 都必须要调查清楚 向省厅做出解释和交代 这可令蒋红很是难堪 他可最清楚这笔旧账是什么事了 不就是去年的假种子案吗 蒋红心里啊 现在真是恨死了李志勇 你这个王八蛋 自己招死也就罢了 还把我给拖下水了 这回可真是要彻底害死我呀 是啊 这假种子案一旦全部揭开 蒋红在省厅领导眼中 会是一个什么印象啊 当初蒋红按下这个假种子案 那是看在副市长李介同的面子上 所以才帮了李志勇一个大忙 让他逃过一劫 谁想到了今天 李志勇却把蒋红给推到了火坑里 面对这么一个两难的抉择 这让蒋红如何能不恼火 如何能不郁闷呢 事情交代完毕 张俊宇也不做任何停留 把做好记录的本子往公事包里一塞 就要动身返回省里 去给省领导一个回复 中华市局的一众领导再次集体出动 把张俊宇送到了高速公路入口 并且看着张俊宇的汽车 使进高速公路消失在远处 送走了张俊宇 大伙都看着蒋红 想知道张俊宇今天拿来的那个牛皮纸袋子里 到底装的是什么内容 可令众人诧异的是 蒋红没有提到关于这牛皮纸袋的支言片语 在目送张俊宇离开之后 他就黑着脸上了自己的车 一副要吃人的表情 气势汹汹的返回市里去了 十来分钟以后 在市农委的门口 闹腾了一天的李志勇 正悠哉悠哉的躺在担架上 用吸管滋滋的吸着一瓶饮料 也安慰一下喊了一整天 眼看要冒火的嗓子 李志勇放下饮料瓶又吆喝道 兄弟们在家把劲 今天不把姓曾的喊出来 绝不受病 他身旁那十几二十几号 举着横幅喊着口号的狐朋狗友们 也是纷纷叫嚷 是还我公道 他们又再次提高嗓门喊叫起来 李志勇可是得意洋洋啊 哎呀这招太好了 就这么闹上两天 我看他增益还有什么脸面 在中化式混 自己前天那么做 实在是太失策了 这个办法可比打人要管用多了 这个时候 围观的人群突然喊了起来 警察来了 李志勇听了不但不害怕反倒更加得意 警察来了 那也是帮自己站脚助威的 他稍稍直起身子 想看看带队的警官是哪一个 人群很自然的分开 让出了一条通道 李志勇搭眼去看 只见一队防暴警察气势凶凶的冲了过来 转眼就到了眼前 李志勇张口就说 哎呀辛苦了兄弟 那兄弟们的门子还没出口 冲在最前面的警察已经上来 就把他按倒在地 没等他回过神来呢 两个人把他一架捂着嘴巴就拖走了 路边早已经准备好了两辆封闭式的大卡车 李志勇整个人当下就飞了起来 然后咚的一声落在了卡车车厢里 随即又有人把他死死的压住 一把就把他靠在了铁柱子上 很快 李志勇那些狐朋狗友 全都一个个飞了上来 大伙享受的待遇都差不多 前后不到一分钟 在农委门口闹市的人就全部清理干净了 这些家伙根本没有做任何反抗 他们还在惊诧莫名的时候 就被卡车给拉走了 直到这车子跑过两条大街 他们都还以为 这警察是在跟自己开玩笑吧 市公安局这一次效率超高 把李志勇这一干人等弄走的同时 就召开了新闻通告会 对李志勇等人在农委门口轰闹的事件 进行了通报 发言人说 据查李某利用个人的关系 在我市参与种子买卖 经群众举报 李某出售了一批假种子 在市农委对此事调查期间 李某多次纠结狐朋狗友 以及社会闲散人员 对市农委的领导和办事人员进行骚扰 企图干扰正常的调查工作 在干扰魏国的情况下 李某于今日再次纠结多名社会闲散人员 在农委门口进行轰闹 蓄意诋毁政府部门的形象 以达到其颠倒事实 混淆视听的目的 在掌握确凿证据的前提下 我局果断出击 将以李某为首的流氓团伙一网打尽 现已处刑拘措施 待进一步侦查之后 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公安局的发言人条理清楚 把这事情所谓的前因后果 讲述了一遍 只字不提李志勇等人被打的事情 只是说李志勇是因为私怨 才对农委怀恨在心 这也算讲的是合情合理 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平息今天李志勇大闹农委 在社会上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公安局的这一套说辞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但是也令很多人恍然大悟 哦 难怪李志勇会被曾毅打呀 难怪李介同会比所有人都要着急呀 难怪曾毅敢一次又一次 拨了李介同的面子 难怪李介同拿自己的下属没有办法 原来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李志勇 卖假种子被农委抓了个现行啊 被人抓了现行 还敢上门去找农委的麻烦 这李志勇完全就是自己找死啊 真是怪不得任何人啊 只是大伙还是有些纳闷 李志勇大闹农委 这明显是得到了市公安局的默认和点头啊 要不然他根本闹不起来 怎么市公安局突然之间就反悔了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铃儿响叮当之事 收拾了农委门口的局面 不但给李志勇定了个流氓团伙的说法 还把李志勇卖假种子的事情 也主动抖到明面上来了 这可完全叫人想不明白 这蒋洪不是一直憋着劲 要找曾毅的麻烦吗 怎么一瞬间又和着曾毅尿到一把湖里去了 他们这是合起火来朝副市长李介同 轰了一击重炮啊 那所说的李志勇的个人关系 不就是他父亲李介同吗 嘿 这下可有热闹看咯 曾毅是中华市的公敌 本来应该是蒋洪和李介同 联手拘杀曾毅才对 谁知道最后 硬是演成了一出分分合合的三国沙 这实在是跌破了许多人的眼镜 就在这天下午临下班前 中华市政府大院又发生了一起令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事情 那辆被曾毅锁在政府大楼前已经好几天的蒋洪的坐驾 叫人给砸了 下班的人从大楼里出来都看得清清楚楚 蒋大局长那辆车 前挡玻璃啊 已经碎裂成花 有一块破砖头还躺在这车子的引擎盖上 再加上轮子上还锁着一辆秀气斑斑的自行车 蒋大局长坐驾的模样还真是凄惨至极 大家都在猜测是谁砸了蒋大局长坐驾呀 这胆子也实在太大了 就是那胆大包天的曾毅曾主任 也没有敢去砸蒋大局长的车呀 门口的保安支支吾吾的只说自己没看到 后来有人私底下去问 这才算解开了谜底 原来呀 副市长李介同下午从大楼里出来 路过蒋大局长的那辆车 突然间情绪失控 到旁边的花圃里捡起一块砖头就砸了过去 并且还大骂了两声 无耻小人 这才气冲冲的离开了市政府大楼 保安看得是真真切切 这是不敢讲罢了 副市长那是名正言顺的市领导啊 一句话就能让自个儿卷铺盖走人 不过大伙也都心里湿染 蒋红啊 先怂恿李志勇去大闹农尾 然后再以流氓团伙的罪名把李志勇给收拾了 这明显就是挖好了坑 把李志勇往里面推嘛 实在是太坏了 李介同砸蒋红的车 这都已经是很克制的结果了 这事要是摊在自己身上 没准都可能去找蒋红拼命啊 不过呢 这个李志勇也确实是蠢的离谱 闹到这个地步 完全就是他咎由自取啊 两天以后 市长张卫正主持召开政府工作会议 审核决议势力近期的一些重大事项 并且追踪过去一些事项的执行情况和进展 蒋红向市政府汇报了 窃贼商童案的最新进展 话音刚落 李介同就当场发飙 对中华市的治安局面 表达了极其不满的态度 并且说 窃贼商童案久久不破 市公安局必须要有人出来 为此事负责 在场的市领导们 一个个都默不作声 大伙在心里 其实都有点同情李介同 老李啊 这次绝对是让蒋红给阴了 蒋红呢 黑着个脸 可他放在桌子下面的手 已经捏得是青筋直起呀 李介同当众发难 让他的脸上很是挂不住 不过 蒋红还是忍了 对李介同的发难 没有做任何的回应 最后变成了这么一个结果 也不是自己想看到的 他的目的本是要搞臭增议 谁知最后却意外的误伤了队友 导致李介同 对自己恨之入骨 蒋红也不太在意 李介同的发难 因为他有更头疼的事情 那就是如何给省听一个合理的答复 给顾大少一个满意的交代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 他也不会对李志勇下死手 现在上面都在盯着 自己也不得不这么做呀 李介同发言完毕 会议室里沉默了许久 而最角落的地方 忽然又响起一个声音 窃贼在众目睽睽之下 报复伤害一名 没有自保能力的儿童 这是我们中华市的耻辱 而这么长时间还抓不到凶手 那就是无能 中华市治安系统存在的问题 必须有人负责 不用看就知道 说话的正是增议 在座的人可都是极其诧异啊 好嘛 前两天还是蒋红跟曾毅 联手绝杀李介同 今天就又变成了 曾毅跟李介同一起反杀蒋红 这三国杀的节奏 变换的也实在是太快了吧 饶氏呢 经验丰富的政坛老油条 也都有些看不懂眼前的局面了 唯一能看懂的 就是曾毅这位中华历史上最离谱的农委主任 他实在是太能折腾了 中华市的大事小事 他都要掺上一脚 这存在感强到无以复加呀 蒋红这次却没有恨曾毅 因为他已经恨不起来了 他终于明白曾毅 赶在中华市横着走的底气何在了 有顾大老板撑腰 曾毅在中华市那铁定是屹律不倒啊 市长张卫正自然也没什么好话 你要是破了案子抓到了人 或许还能给你点好脸色 可现在你一没破案 二没抓到人 这好话从何说起呀 难不成还要表扬你吗 蒋红领了一顿训斥 会议结束以后 郁郁的离开了市政府 他还得准备一下材料 明天到省里去做解释 估计省厅领导的脸色会更难看 话呢也会更难听 只是这事情比蒋红想象的还要不顺利 当天晚上 中华市再次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 有一名下夜班的市民 在回家的路上被飞车贼夺包 这位市民下意识的去夺了一把 结果被飞车贼在胳膊上砍了一刀 在接到报案以后 市公安局倒是果断采取了行动 一边调动人手去围堵抓捕飞车贼 一边到医院看望和安抚受伤的市民 在前面 那个窃贼伤同案还没有破的节骨眼上 市局当然不希望这件事被闹得沸沸扬扬 人人皆知 可就是偏偏不如己愿 第二天一大早就有媒体重点报道了这起案件 蒋红的省厅之行也只好作罢 这个时候去省厅 不但解释不清楚上次的事情 而且只会让自己更加难堪 回过神来 蒋红对于这件事被捅出去 也是有些想法 他觉得这是有人在故意整自己 最有可能的无非是两个人 一是曾毅 二是李界彤 李界彤的可能性最大 因为蒋红觉得 现在最恨自己的人 就是李界彤了 曾毅不过是为一个受伤的小女孩 而在呐喊那毕竟是外人 而自己却抓了李界彤的亲儿子 这就是不死不休啊 事情的后续发展 印证了蒋红的这个猜测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中化市不断被媒体曝光 而且都是涉及治安方面 有些事情以前也发生过 甚至还经常发生 只是没有被人关注罢了 大伙呢 也就没怎么在意 现在被媒体上接二连三的报道 中化市的治安情况 就给人一种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的感觉了 蒋大局长 这段日子可是非常难过 虽然三令五身 已经是把工作做到了极致 可架不住 中化市是个大城市啊 上百万的人口 每天再怎么小心 也还是会出点事故 搞得他精疲力尽 曾毅对于市里这一段时间的情况 也是看在眼里了然于心 只是他没有再掺和罢了 有李介同跳出来做恶人 倒省了他自个儿不少事 李介同的做法 虽然会有些损害到中化市的形象 但短期内这么搞一搞 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 至少这段时间 中化市局的变化就非常大 实际的治安状况 也在逐步好转 李介同牵制住了蒋洪 一时也没人来找曾毅的麻烦了 这段时间 他集中精力 搞农副产品交易所的论证和设计工作 并且已经拿出了初步的草案 这天一大早 曾毅就带着草案来到了市政府 准备去向张卫正做汇报 本来呢 是应该先向副市长李介同汇报的 不过估计啊 李介同也没心思听 他现在正全身心的在搞蒋洪呢 所以曾毅就直接去找市长张卫正 张卫正见曾毅进来 就随手一抬 指了指远处的沙发 曾毅同志来了 坐吧 然后他拿起手边的烟盒和打火机 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 慢慢的走了出来 笑着说道 你可是个无事不登三宝店的人呐 曾毅笑的 还是张市长了解我 张卫正点上一颗烟 轻轻地往手指中间一夹 这才说道 说吧 是什么事情啊 曾毅就说 农副产品交易所的事情 我们农委已经拿出了一个初步的方案 今天过来是专程向张市长 汇报方案的 张卫正点点头 坐在了那边的沙发上 嗯 曾毅同志的效率很高嘛 来 坐下讲 曾毅客气了两句 就坐在了张卫正的对面 然后打开公文包 从里面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材料 农副产品交易所 是我是在深化改革方面的重大举措 我们农委不敢有丝毫懈怠 这是我们起草的初步方案 请张市长过目 张卫正显得很有兴趣 伸手接过材料 然后往沙发上一靠 就翻开了材料 看了一眼 就评价道 嗯 看着材料的详细程度 就知道你们用心了 曾毅笑了笑 我来向超市长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的思路吧 张卫正微微点头 悟了一声 眼光并没有离开手里的材料 曾毅就说道 成立农副产品交易所 主要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和顾虑 第一 新的农副产品交易所和现存农贸市场的关系 其实 这两者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利益冲突 新的农产品交易所 主要业务是把中华市的农副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而且是大宗交易 而现在的农贸市场 则是把来自室内室外的农副产品 批发至我市的各级零售点 两者功能完全相反 所以不存在冲突 也不会影响互相的存在 但是 农产品交易所作为新兴事务 有其更先进的地方 同样具有农贸市场的功能 而且还具有农贸市场所不具备的功能 按照规划 农副产品交易所将可以实现 从购销 检验 审批 运输 到最后结算等所有交易环节的一站式服务 其方便性 快捷性 以及信息的及时性 都是普通农贸市场所无法具备的 曾毅看来看张卫正继续说道 第二个顾虑 原先的农贸产品经销商怎么办 我们国内有证券交易所 但是也有许许多多的证券公司和经纪公司 农贸产品交易所的成立 并不会影响到这些经销商 相反 还可以帮助他们把生意做得更大 更规范 只是经销商 需要对自己过去的经营模式 也做出一些改变 他们不能再是低买高卖的二道贩子 而是作为种植户 和采购商中间的一道桥梁 去确实做好两者之间的沟通协调服务 尽力去促成交易 第三个顾虑 交易如何保证 这个主要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提高服务品质 二是确保资金交付 提高品质方面 我们会制定各种农负产品的品级 品质的评判标准 做到标准统一 评判统一 确保客户所需和我们所提供的产品之间 不存在任何差别 而且我们会组织两到三个专业的储存物流公司 针对各种不同的农负产品 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存储运输方案 确保产品保质 按时交付到客户手中 张卫正再次点头 他想 曾义还真是下了功夫和心思呀 建立农负产品的品级标准 成立专业物流企业 这绝对是一件大好事 农负产品交易所争取的是大订单 主要面向的就是那些 进行农负产品加工的大企业嘛 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得在先 功而忘思 一道官徒 一医一官 一人一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增议来向张卫正汇报筹建农负产品交易所的工作思路 首先提到了是三个顾虑 张卫正听的是不住的点头 尤其是在保证交易方面 成立专门的物流企业 建立农负产品的品级标准 对于那些进行农负产品加工的大企业来说 绝对是一件好事情 对于这些大企业来说 采购农负产品原料 是让他们很头疼的一件事情 因为采购环节的猫腻是最多的 也是最容易滋生腐败的环节 如果控制不好这个环节 一是采购成本降不下去 而是原料品质无法保证 而增益的这两个标准 完全解决了让大企业头疼的事情 他们甚至可以取消自己的采购部门 只需要向交易所下订单就是 从原料品质的控制 原料采购的组织 原料的安全运输 企业都可以不用操心了 因为这些事情都交给了交易所去做 不管是交易所 还是那些经销商 或者是物流企业 他们都不敢有丝毫的马虎 因为一个环节出了纰漏 就意味着最后的交易无法达成 如果客户因为品质的原因拒绝收获 那么大家非但收不到钱 还要倒贴很多前期的成本 最重要的是会损失一个大客户 这可是得不偿失的 顿了一下 曾毅又补充说道 同时我们对于交易环节中 凡是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都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 来确保交易的实现 如果因为品质原因无法完成交易 我们会确认问题 到底是出在检验 采购物流哪个环节 然后对相关企业进行重罚 如果品质没有问题而客户拒收 我们会以法律手段确保交易完成 并且在全国性影响的媒体上对其攻势 关于资金交付 我们会在银行设立专门的资金账户 签订资金托管协议 采购商下单以后 会把资金汇入这个账户 交易所 经销商 采购商中的任何一方 都没有对资金的行使权 只有按照交易的标准程序 完成手续 这笔钱才会从托管账户 进入交易所和经销商的账户 或者退回到采购商账户 三个大顾虑讲完 张卫正已经对增益所提交的方案 有了大致的了解 他想了一想 便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这么说 新的农产品交易所 就是一个具有权威性的中介和公正平台 增益却摇了摇头 不 他还具有一定的社会管理职能和政治意义 张卫正就放下了手里的材料 目光直视着增益 如果这新的农产品交易所只是个中介平台 他的兴趣就不会很大 因为这样的事情 政府可以做 相关的企业同样可以去做 张卫正更在乎的 是这个新的农产品交易所 是否具备政治意义和价值 这才是最重要的 曾毅就说道 成立农产品交易所 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稳定物价 保障民生 在这个前提下 在逐步而平稳的提高农民的收入 实现农民的增收支付 为此 我们还在交易机制上 特地设计了一套平易物价的规则 张卫正果然对此更有兴趣 对于一名执政者来说 你做出的任何事情 都有两套评判体系 一是是否对群众有利 能否得到群众的支持 二是会不会加强政府的管理职能 促进社会稳定 这是两套不同的评判体系 但对于执政者来说 后者显然更加重要 这也是作为执政者的本职工作 张卫正就热切地说道 你讲讲看 交易所的便利之处 就在于我们可以实时收到 每笔交易的最终成交价格 由此得到每种农副产品的价格变化曲线 加上每笔交易都要通过交易系统来完成 我们可以获取每笔交易参与者的身份信息 根据价格的变化 我们就可以对于恶意炒作 囤积居齐的行为 做到提前预判 适中控制 如果一种产品的价格连续三天增长 交易所就会对参与这种商品交易的相关者 发出警示性公告 如果价格连续七天增长没有回落 交易所就会启动物价平易机制 投入储备物资来促使相关商品的价格自然回落 恢复稳定 张卫正追问道 如果物价平易机制时效呢 这可是个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成义交易所的目的是为了稳定物价 可参与的人多了 投机的问题可就来了 有时候单单依靠平易机制 怕是很难奏效啊 你看看万水箱大蒜炒作的疯狂程度就明白了 曾义听了这个问题 没有丝毫的犹豫 而是斩钉截铁的说道 那就关闭交易所 张卫正一听先是愕然 随即就恢复了神色 心里暗赞 这个增益真是拿得起 放得下的人物啊 交易所制定各种机制 各种规则 无非都是为了保证正常的交易秩序和稳定物价 谁都可以参与进来 但交易所的生死 却掌握在政府的手中 如果交易所最终无法实现它的存在价值 那么就不如关掉它 张卫正听得明白 曾义这话可是要反着听的 意思很明白 只要自己手里攥着掌控交易所生死的核按钮 就根本无需担心 因为炒作投机者烦不了天 这是最后的一招 也是威力最大的一招 如果真到了那么一天 就说明交易所已经非常成功了 所有的交易都要依靠交易所来完成 一旦将它关闭 社会不会有任何的损失 但那将是所有炒作者的噩梦 张卫正在那份材料上轻轻拍了两下 认真地说道 这份方案我会仔细看的 曾义看到张卫正的这个举动 心里踏实了很多 自己在中化市终于不被无视了 他说道 这个方案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更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请张市长多批评多指正 张卫正笑了起来 这是个新事物 我们共同参与 共同完善吗 他看着曾义又说 曾义同志来到中化市以后 我们中化市的农业局面 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希望你能再接再厉 在今后的这段时间 你要多为市里分担 把全市的农业工作组织好 协调好 曾义先生一愣 这话似乎不该对自己说呀 全市农业工作的组织和协调 那是李介同的职责呀 不过稍微一想 曾义也就明白张卫正的意思了 李介同为了他儿子的事情 这段时间死磕奖大局长 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 李介同呢 却是专门扬家丑 一次两次 张卫正还可以容忍 可时间一长 张卫正自然是对李介同很不满意 中华市的形象被搞差 最难看的可就是张大市长 今天张卫正能讲出这番话 就是对李介同已经无法容忍了 曾义就说 分内职责的事情 我肯定会尽力去做好 这一点请张市长放心 张卫正哈哈笑道 对你呀 我很放心 他这话倒不是须客气 路遥之马力日久见人心 这么长时间下来 他终于发现 看起来最不靠谱的这个增议 办起事情来 却比任何人都要靠谱 走出市政府大楼 增议的心情非常好 来到中华市这么久 终于有点能展开拳脚的意思了 不用再每天窝在农尾 无所事事 张卫正的话 不单是表示会支持建立 农副产品交易所 同时也会支持增议本人 虽然张卫正说这话 有对李介同不满的成分在内 但增议也很满意了 至少自己还是打开了一点点局面 建立农副产品交易所的事情 增议非常用心 如果搞好了 这绝对是一件大好事 最大的受益者 就是中华市的农民 大家再也不用发愁 再出现类似颗粒腺 种了西红柿 卖不掉的事情了 市场有多大需求 可以提前反映在交易所的单子上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引导农民进行合理种植 对于政府来说 交易所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物价稳定器 集中交易 就会方便政府进行集中管理 当然 交易所轻易是不会参与到管理之中 它的日常功能就是个平台 只要做好自己本职的监管讲成工作 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稳定物价 一致炒作 民以食为天 什么东西都可以炒作 唯独人们最基本的需求 不能被拿来炒作 这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交易所是市场化的东西 但也需要强力的监管 把农副产品的交易供给 彻底推给市场 最终受害的会是普通大众 看看万水乡的大蒜炒作 就知道资本在逐利方面 有多么的贪婪 正因为如此 曾毅才有了建立正规交易所的想法 与其让这些人私底下瞎搞胡搞 不如把一切公开化 透明化 回到农委 办公室主任谢亮斌 从楼里跑了出来 曾主任 窃贼长虫案破了 曾毅有些意外 这么多天过去了 自己都以为没什么指望了呢 没想到到底 还是把这个家伙给抓到了 这绝对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司机老张比曾毅还要激动 还没等曾毅开口询问详情 他就急急说道 人抓住了 谢亮斌赶紧说 抓到了 就在半个小时前 负责蹲点的一个专案组 把凶手抓到了 并且第一时间就给市里发回了捷报 现在各大机关的人都知道了 司机老张很是兴奋 抓到了好啊 抓到了好啊 等把这家伙抓回中华 一定要狠狠地判 最好是直接就给毙了 谢亮斌没有接这个话茬 他只是负责向曾毅汇报这件事情的进展 但没有表态 毕竟曾毅和蒋红不对付 谁知道曾毅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而曾毅这个时候满脸笑容 这件事情值得庆贺呀 司机老张想了想 又小心地请示道 主任 要不要买几船报仗 回来点上 谢亮斌心想 老张这可有点过头了 市公安局破了案子 跟咱们农委有什么关系呢 需要放鞭炮庆贺这么隆重吗 谁想曾毅 却很痛快地点了点头 去吧 都采购一些点上 让周围的群众都知道 司机老张得到肯定 马里地钻进车里 掉头驶出了农委大院 跑去采购鞭炮了 曾毅等老张走了 也是呵呵笑了两声 转身背起手朝楼里走去 他的心情非常不错 今天真是好事连连啊 农副产品交易所的事情 得到了市长张卫正 明确地表态支持 窃贼商同案 紧接着也尘埃落定 叫人不能不高兴啊 谢亮斌跟在后面 仔细观察了好半天 增益的神色 心里不由很是惭愧 自己还是小看了 曾主任的胸怀和气度啊 曾主任和蒋红是不对付 可也没有因此 就成了一个狭隘的人呢 而这个时候 在中华市公安局 蒋大局长也终于是眉头舒展 喜难自艺 天天被李介同追着打 蒋大局长这段时间 可说是受够了窝囊气 几乎就没有一件事情顺心 外面压不住也就算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 中华市局的队伍内部也出现了问题 这两天 已经有上级要调整中华市局领导的风声 在市局内部传开了 蒋红很是恼火 这明显就是有人要准备趁火打劫呀 想趁机动摇自己的微信 他现在最庆幸的 就是把张俊宇拿来的那个牛皮纸袋 自个儿压下来了 要是叫人知道 顾迪对中华市治安不满 那这股子腰风估计会刮得更邪乎 专案组抓获凶手的消息传回市局之后 蒋红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消息汇报给了市里 在这个焦头烂额的时刻 伤同案的告破 让蒋红也终于尝出了一口气 他特别需要这样的消息来振奋军心 稳固权威 消息汇报给市里之后 蒋红想了一想 又把秘书叫了进来 他吩咐道 联系视电视台 让他们派个摄像组过来 秘书赶紧点头答应 好 我马上去联系 另外呀 准备花篮和微外品 我要把凶手落网的好消息 亲自去告诉受伤女孩的家属 蒋红的声音很是洪亮 也透着难以压制的振奋 秘书也很兴奋 好的 我马上去办 过了有二十几分钟 秘书又敲门进来 局长 东西都准备好了 电视台的采访车 也已经到楼下了 蒋红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 伸手拿起挂在一旁的警帽 好 出发 到了楼下 发现市局的其他几位领导 也已经就位了 这么大的好事 他们自然也希望露露脸 蒋红只是扫了一眼 什么也没有讲 表情严肃的迈步登上自己的车 随后 几辆汽车汇成长龙 浩浩荡荡的朝受伤女童的家里驶去 电视台的采访车是忽前忽后 对市局领导的队伍进行全程拍摄 对于他们来说 这也是个非常好的题材 在电视上播出以后 肯定会吸引大伙的眼球 十几分钟以后 车队就到了受伤女童的家门口 这是位于市区的一处居民小区 受伤女童早已经从医院出院 回到家里养伤 对此市局早有了解 所以也没跑冤枉路 电视台的外景主持已经摆好价值 对着镜头热情洋溢的说道 观众朋友们 被受市民关注的窃贼伤同案 于今日告破 凶手落网的消息传来 我是公安局领导 第一时间赶往受伤女童的家里 向他们传达这一起讯 现在就跟着我们的镜头 一起去看看吧 摄影师的镜头 从外景主持的脸上滑开 又过去追了蒋红几个大镜头 然后就跟着蒋红等人 一起走进了楼道 受伤女童的家在三楼 在大伙爬楼的功夫 蒋红的秘书已经先行一步 跑去敲门了 不过 等大伙都走到了三楼上 这女童家的门 竟然也没有被敲开 一众人等就挤在这狭窄的楼道里 场面不由有些局促 秘书咚咚的又敲了几下 就大声喊 请问家里有人吗 敲了好半天 里面都没有回应 电视台的外景主持 也有些尴尬 对着镜头说的 女童家里似乎没有人 这个情况有些意外 让我们耐心等待片刻 这个时候就听吱咽一声 对面的一道门推开了 露出一位面带狐疑和戒备的大妈 秘书赶紧转过这边 笑盈盈的问道 大妈您好 请问对面这家人去哪了 这位大妈的警惕性倒是很高 你们是干什么的 这秘书赶紧解释 我们是市公安局的 这几位是我们局里的领导 伤害小女孩的凶手 今天已经给抓住了 我们局领导啊 特意下来向他们报喜 这位大妈看了看楼道里的这些大概帽 又看了看扛着摄像机的记者 确认这是真的警察 哎呀 你们来晚了 现场的人都有些意外 不明白什么叫做来晚了 大妈很是有些诧异 就在十分钟以前 他们一家子人都出去了 说是凶手抓到了 要去给谁送什么锦旗表示感谢 哎 你们来的路上没有碰到吗 啊 现场的人发出一阵错愕之声 这算怎么回事啊 你看我们来向家属报喜 结果人家跑到局里去送锦旗了 这不是跑两差了吗 蒋红赶紧说 哎 大姐 谢谢你啊 向那位大妈道了声谢 然后就吩咐大家往回赶 她的心情很是不错 心说 哎呀 这家人太会办事了 啊 得知消息 第一时间就去局里送感谢的锦旗 嗯 虽然我们白跑了一趟 可也 哈哈 很有光嘛 哈哈 到了楼下 车队由原路返回 风驰电车的朝市公安局赶回去 市局的所有领导几乎都出来了 必须要赶在这女同家属到之前赶回去啊 负责人家到了 锦旗没有人收 或者有局里的什么小喽啰给代收了 那今天这出息岂不是没法唱下去了 回到市局 秘书第一时间就把门卫叫了过来 刚才有人来送锦旗了吗 那门卫愣了一会儿 我刚才一直都在门口啊 没看到有群众进来 秘书赶紧去向蒋红汇报 机长 树伤女同的家属还没有到 蒋红看了看门口 又回声看看 簇拥在身边的其他局领导 就说道 那我们就在这里等一会儿吧 局领导们纷纷附和 好的好的 是啊 就这几步路 估计啊 女同家属是去坐紧旗 耽误了时间 可也应该快到了 大伙也不值当的再上楼一趟嘛 当下市局领导们就站在楼前的控场地上 瞧手以盼 等着女同家属的到来 电视台的记者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呀 扛着摄像机拍一拍局领导 又拍一拍大门口 如此重复拍了好几遍 那摄像机把肩膀都快压塌了 可依旧没有看到女同家属的到来 把市局大楼又拍了一圈 摄影师实在是扛不住了 索性把摄像机关了 放在脚下休息 他的肩膀已经酸得开始打颤了 再不歇会儿 肩膀废了不说 摄像机的电也耗得差不多了 别等一会儿正主来了 没电开机了 那才成了大笑话 可一直等到日头正挂当中的时候 也没见到女同家属的到来 市局领导一个个脖子发酸 站都站不住了 蒋红眉头一沉 把秘书叫过来 你再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情况 秘书不敢有任何迟疑 转身又上车 朝那女同家又赶了过去 这是什么效率啊 你别说是去坐锦旗啊 就是一针一线的秀锦旗 现在也该完事了呀 半个小时之后 秘书回来了 脸色匆匆快步来到蒋红跟前 机长 那家人太不像话了 蒋红的眉头再次凝在了一起 怎么回事 他们做了一面锦旗 送到施农伟去了 秘书恨恨的说道 这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凶手是我们的人 不分白天黑夜 连续蹲守才抓到的 施农伟不出人不出力 他们却第一时间送去了锦旗 还说农伟的曾主任 是人民公仆 正义卫士 蒋红的脸色就变得很难看 今天这人可是丢大了呀 自己上赶着去给伤者家属报喜 结果人家呢 却是上赶着去给曾义送锦旗 表示感谢 这让中华市的警察队伍情何以堪呢 让自己这个大局长如何自处呢 长天小说首席一关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在这一章的末尾 再给数友说件事情 给大家推荐一个金融理财投资方面的QQ群 里面有不少大亨以及业界专业人士 也有专业老师每天定时群视频 讲解股票类金融知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群交流一下 QQ群号是 4550-48814 4550-48814 加群的时候请备注阿陈书友 否则不能添加哦 祝大家掌握金融知识 多多盈利 请听长篇小说首席一关 公安局的一中领导在大门口等了半天 也没有等到受害者家属 也没有等到受害者家属前来送锦旗 秘书去打听 这才得知 他们是做了一面锦旗送到市农委去了 蒋红又追问道 那锦旗 农委收了 秘书一摇头 农委的曾主任倒是坚决不收 说是他没有出什么力 受之有愧 所以不能说这面锦旗 我过去的时候 农委的人刚把那家人送走 听说农委还在单位门口放了鞭炮 庆贺伤同案的凶手落网 蒋红的眉头稍稍舒展开来 他没有想到 曾义还是这么一个讲究的人 曾义没有收下那面锦旗 算是保全了市公安局的几丝脸面 案子破了 伤者家属不感谢公安局 却跑到农委去给农委主任送锦旗 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要是今天 曾义把这锦旗收下了 这事传出去 市公安局上上下下的脸面 可就没地方割了 站在身后的几位市局领导 一个个脸色铁青 气愤的说道 太不像话了 简直是气有此理 他们说着一些气愤的话 也不知道是生曾义的气 还是生着女孩家属的气 蒋红这个时候倒显得很大度 他摆了摆手 这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 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 要让群众满意 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 大家都散了吧 说完 蒋红一转身 迈步朝楼上去了 他确实没办法去生曾义的气 农委在得到凶手落网消息的第一时间就放鞭炮进行庆祝 这已经很能说明曾义的攻心和气度了 更别提 人家曾义不是还没收伤者家属的锦旗吗 这说明曾义还是很有原则和是非观的 如果今天这个情况换成别的领导 比方说 是那位李副市长 得知凶手落网 李副市长怕是非丹不会高兴 还要骂蒋红是走了狗屎运 至于锦旗 当领导的都爱体面 怕是没人会拒绝这份送上门的体面 曾义能够拒收锦旗 这也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 更重要的原因是 蒋红他生不起曾义的气 那可是上达天厅 可以跟省里大老板们讲上话的人物 自己哪有资格跟人家生气哟 市局的其他几位领导 在大楼前说了一通气话 也就各自散了 只是看向蒋红的眼神 都带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意味 电视台的记者也不等再有人招呼 麻利的把设备弄上车 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公安局 今天这事够离奇的 也太叫人尴尬了 女童的家属 却给曾义送锦旗 是因为在事情发生以后 别的市领导就算是去医院 看望受伤的女童 也都是敷衍了事 嘴上说的最多的 都是会全力追凶 很少有人去真正的 关心着受伤的女孩 唯有增益 往医院跑了三趟 次次最关心的 都是女孩的伤势 并且还带去了最好的药 发生这样的事情 女童的家属肯定是痛恨凶手 可他们最担心的 还是孩子的伤 还有就是 这伤痕对孩子未来的影响 增益这种设身处地的态度 让孩子的家属很感激 更别提 当初公安局 面临无法限期破案的压力 局领导到医院里提出 让女童家属配合的过分要求 这无疑是在 女童家属的伤口上 撒了把盐 让家属对市公安局 完全没有什么好感 不给公安局送锦旗 也算是情理之中 不过 虽然锦旗的事情闹了个乌龙 但这并不影响凶手落网 所带来的积极意义 市长张卫正 亲自给市公安局发去加奖令 重重表扬了此次办案中的有工人员 称中华市局依旧是一支靠得住 打得赢的优秀队伍 并希望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状态 用实际行动捍卫荣誉 保卫中华市民的人身财产和安全 十几天以后 市里召开政府会议 讨论农委所提交的农副产品交易所实施方案 会议的议题和材料几天前就发到了 每位市政府领导成员的手中 看到关于农委的这个议题 不少人心里都有些想法 谁都没有想到 曾义这个曾经的中华市全民公敌 竟然真的就站稳了脚跟 不单在中华市拥有了一席之地 而且还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这在之前 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当初曾义来到中华市 曾有市领导当众断言 说曾义绝对在这待不上三个月 这句话如今都已成了笑话 因为曾义在中华市是越活越滋润了 反倒是跟曾义不对付的人 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 曾义跟往常一样 早早就到了会场 然后一脸平静地朝自己的位置走去 也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 会议室已经来了几位 看到曾义进来 他们却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虽然身子没有挪动 也没有跟曾义打招呼 不过却朝曾义投以微笑的目光注视着 曾义当然也收到了这些信号 微微点头 算是一种礼貌性的回应 然后坐到自己的位置上闭目养神 等着会议的开始 领导们一个接一个的到场 会议室里渐渐嘈杂起来 充满了各种寒暄问候 曾义不用睁眼也知道是谁来了 到中华市这么长时间 参加了这么多次会议 他已经能够凭着脚步声和说话声 就能分出是哪位市领导了 巧的是 曾义同时听到了 蒋红和李介佟的声音 这一对冤家对头 竟然在会议室门口碰了个正着 李介佟首先打了声招呼 蒋红同志今天气色不错嘛 声音里完全听不出任何的恼怒 更不像是上次会议 还朝蒋红开了重炮的样子 就听他笑呵呵的说道 自从伤害女童的案子告破 我们中华市的治安环境 似乎是大大好转 蒋红同志功不可没呀 蒋红对李介佟那是恨吃入骨啊 正是李介佟的捣乱 让自己现在是处境堪忧啊 他接着就说道 啊哪里哪里啊 做治安工作那都是吃力不讨好的活 我这是公安局局长啊 平时可没少被人骂呀 他上来这第一句就是暗指李介佟平时没少骂自己 也没少暗地里捣鬼 紧接着第二句蒋红又说 当时李副市长 农副产品交易所的方案这么快就落实了 这才是一件真正汇集民生的好事情 李副市长指挥有方啊 会议市里顿时就冷静了下来 谁都能听出这两个人话语里的活药味道 这简直是刀刀都在往对方的心窝子里捅啊 农副产品交易所的事情一直是曾义在负责 跟李介佟有个屁关系呀 蒋红这不是在故意打李介佟的脸吗 什么指挥有方啊 根本就是无法服众 关键是这两个人一边捅着对方刀子 一边还谈笑风声的模样 这完全就是一幅生动至极的官场素描 曾义当然也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不过他还是没有睁眼 依旧在那里眼观鼻鼻关心 倒是有不少人若有若无的看向曾义 刚才这两位的话都或多或少的牵扯到了曾义 他们倒很是想看看曾义要是参战会是什么场面 这位曾大主任可是从来都没有输过呀 李介佟挨了蒋红这一顿讽刺 心里头是恼羞成怒 可脸上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来 他往自己的座位上一坐喝了口茶 提高声调说道 蒋红同志啊 你的那辆车在楼下放了好像有一段时间了吧 找个人把那辆自行车子锁开了 把车子弄回去吧 放在那儿也不是个事儿还影响进进出出的其他车辆吗 会议室里的人都去找事情转移视线 转笔的转笔 看报的看报 研究桌面花纹的更是要一头扎进这桌板里面 李介佟这一巴掌打得太狠了 倒像是蒋红怕了曾毅 不敢把车子弄回去似的 大家都等着 看蒋红如何回答 那辆车确实是在楼下停了很长时间了 不光车轮子被曾毅拿自行车给锁上了 车玻璃还让李介佟给砸了 破破烂烂的放在那儿 太影响政府观瞻了 就是不知道蒋红敢不敢把这车子弄走 蒋红的心里也快气炸了 曾毅是锁了我的车轮子 可还没有到砸车的地步吧 砸车的事情我没跟你李介佟计较 你倒还蹬鼻子上脸了 蒋红在那儿漫条丝里的抽了口烟 王毅被上依靠说道 那辆车怕是暂时还不能挪 也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如此猖狂 竟然敢在市政府里面砸车 这案子不破 车子绝不能挪 那车放在那儿 对于我们警察队伍来说 也是个警示 提醒我们 时刻不能放松大意啊 李介佟的脸色就变了一变 随即恢复了正常的神色 他抓起身边的一份报纸一抖 靠在那里看了起来 看到有一方休战 会议室里的人反倒是有些小小的失落 这么精彩的场面 怕是这辈子都很难再见到第二回吧 一阵沉寂之后 副市长杨明新走进了会议室 他环视了一圈 笑呵呵的说道 今天的气氛可是有点严肃啊 会议室便又恢复了之前的情况 大家纷纷向杨明新打着招呼 嘘寒问暖 说着老三样的套话 杨明新随手接过别人递来的一颗烟 点着了坐在那儿 跟众人开着闲淡玩笑 杨明新志向高远 还想再努力往上走一走 所以平时都是一副平易尽人的样子 对谁都是笑呵呵的 想要往上走 除了有上级的赏识之外 同僚之间的口碑也很重要啊 转了一圈 看到坐在最角落里闭目养神的曾毅 杨明新笑呵呵的说道 农委最近的工作可是富有成效啊 曾毅同志辛苦了 你看 这开会之前都要抓紧时间休息啊 会议室里的人奇奇诧异 这曾毅哪是什么抓紧时间休息啊 从他到中化市以来 每次开会都是这副样子 进来以后只管眼睛一闭 对谁都不搭理 比市长还牛呢 大伙心里就纷纷琢磨起来 哎 今天杨明新的这个招呼太奇怪了 曾毅摆出那副臭架势 闭着眼谁都不理睬 杨明新这位实权副市长却主动开口 贴上去跟曾毅打招呼 这里面肯定是有名堂啊 听了杨明新的话 曾毅就不能再无动于衷 他睁开眼露出微笑 冲杨明新点头示意 瞎忙 让杨副市长见笑了 杨明新 抬起夹着烟的手摆了摆说 哎 怎么能是瞎忙活呢 农副产品交易所的方案 我已经看了 非常好 不少人就暗暗交换了一下眼神 今天这事儿太邪门了 农委提交的方案 是要等上会以后再进行讨论的 可在上会讨论之前 副市长杨明新就迫不及待的表态支持 这有点违反常态呀 大伙一时都想不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杨明新的想法其实倒简单 他跟曾毅是党校同学 于情于理 他都应该对曾毅 给予关照和支持 之前曾毅刚到中化 那情况实在是太糟糕了 几乎是人人喊打 什么人都敢跳出来恶心曾毅 在这种情况下 杨明新自然不好站出来支持曾毅 可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 曾毅在中化市已经站稳了脚跟 再加上杨明新暗中观察 发现市长张卫正 对曾毅的态度也有所改变 这个时候 他自然也要跟上节奏啊 虽说自己的支持是晚了那么一点点 可只要比别人早 那就不算晚 杨明新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其实上回江老来过以后 杨明新就想这么做了 可谨慎起见 他还是又观察了一段时间 听了杨明新的话 曾毅赶紧客气的说 一个新事物肯定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请杨副市长多多指点 杨明新公开表态支持农委的方案 那曾毅自然是欢迎之至 杨明新再次给予了包赞 农委的方案已经考虑得非常周全了 出乎意料的好啊 会议室的其他人全都表情凝重 今天这个会还没有开呢 就已经是好戏连连了 先是蒋红和李介同撕破脸皮式的互相诋毁 再是杨明新的奇怪表态 真不知道接下来的会议上 又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又等了几分钟 与会领导就全部到齐了 市长张卫正走进会议室 宣布开会 跟大伙想象的不一样 今天的会议过程非常顺利 所有的议题都毫无意外的得到了通过 很快就到了最后一个议题 也就是农委提交的农副产品交易所实施方案 张卫正想让曾毅简单介绍了一下 这个方案的基本情况 然后就宣布进行表决 副市长杨明新很痛快 第一个就举起手表示赞同 没有丝毫的犹豫 第二个举起手的就是曾毅了 这个方案是他提出来的 他自然表示支持 只是第三个举手表示支持的人 着实出乎了大家的意料 被曾毅锁了座驾的蒋红 竟然举起了右手表情自然的坐在了那里 大家都有些吃惊 按照以往的经验 蒋红就算不表示反对 至少也会投个弃权票吧 曾毅当着众多媒体记者大肆批评中华市的治安状况 又把蒋红的车子锁在了政府大楼前 这让蒋大局长在中华市丢尽了脸面 面对这样的挑衅和羞辱 蒋大局长怎么可能会忍得下呢 可事实就摆在眼前 蒋红不但忍了 还反过来表态支持曾毅的工作 这事情比杨明欣的提前表态 还叫人觉得匪夷所思 而在蒋红对面的李戒彤 可就有些坐不住了 他觉得蒋红的举手就是冲着自己来的 分明是说 我蒋红是个有公心的人 绝不会因为自己跟曾毅不对付 就否决这么一项惠及民生的大好事 而你李某人怕是没有这个心胸气量吧 你肯定会忌贤度能 站出来再次反对增议的方案 这事已经不是头一回了 上次结赶焚烧的方案 就是因为你李某人的呼叫蛮缠 才让势力大大被动的嘛 李戒彤在心里暗自骂了蒋红一声 然后也举起了右手 他觉得自己不能被蒋红给压下去 可惜啊 李戒彤这回还真是猜错了 他现在是被仇恨蒙蔽了心窍 不管蒋红有什么举动 他都觉得是冲自己来的 可蒋红的举手表态根本就与他无关 蒋红支持增议 那是冲着顾大省长去的 大伙一看心里全明白了 连平时冲在第一线 不管大事小事 总要挑个理由反对农委提议的李戒彤 都举手表示支持 那咱们自然也没有反对的理由啊 于是大家纷纷举手表示赞同 市长张伟正扫了一圈 心里也是觉得有点奇怪 以他的估算 农委的这份方案 今天就算能够得到通过 至少也会收获三四个反对和弃全票 因为蒋红和李戒彤 就是铁定的两票反对 可谁能料到 今天这些人竟然全部统一意见了 张伟正稍微一抬手 宣布了结果 全票通过 随即又说 农副产品交易所的筹建 是我是在深化改革方面的一个大胆尝试 也是汇集民生的一个大工程 意义十分重大 为了做好协调工作 保证农副产品交易所的顺利筹建 经市委领导研究 决定成立农副产品交易所筹建领导办公室 会议室里这才有人反应过来 感情杨明欣提前表态 就是因为这个呀 市长张伟正口中的这个市委领导 怕是市委书记赵真吉吧 既然班长跟副班长早就统一了意见 那今天这个表决根本就是走个过场 副市长李介彤 倒是听出了张伟正话里的重点 心里一下就热切了起来 农副产品交易所的提议和实施方案 都是农委提出来的 可如果能够担任筹建办公室的领导 将来农副产品交易所建成 那自己也少不了一份大整计呀 就听张伟正表情严肃的说道 有我担任筹建办公室的主任 李介彤心里咯噔了一下子 可随即又坦然了 农副产品交易所的政治意义非比寻常 为体现重视 市长张伟正担任领导办公室的主任 也是正常的 这是个好事啊 既然如此高的配置 那么由自己这个副市长来担任副主任 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想到这儿 李介彤的心情又好了几分 脸上露出些许微笑 等着张伟正接下来的人事安排 就听张伟正接着说道 市农委的曾毅同志 担任筹建办公室副主任 负责具体事务 直接向我汇报 李介彤那些许的微笑 就直接冰冻在了脸上 眼睛里露出十分意外 不敢置信的眼神 这怎么可能呢 让曾毅来担任这个副主任 而且是直接向市长汇报 那自己这个主管农业工作的副市长 岂不是被彻底排除在外了 而蒋红却是心里暗爽 在心里暗道一声 活该 这李介彤终于是遭了报应 副市长杨明欣 拿起杯子喝着水 张伟正的这个安排 其实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李介彤这一段时间太过分了 处心积虑地找蒋红的茶 把势力也搞得是乌烟瘴气 形象大悔 市长张伟正 要不狠狠地收拾李介彤一顿 那这个市长可就真诚摆设了 张伟正宣布完人事安排 说了一句散会 就端起茶杯 夺出了会议室 会议室里的人看了看李介彤 心里不免都带上了一丝同情 哎呀 老李摊上这么一个儿子 又碰到增益这么一个抢眼的下属 真是倒霉倒家了 这副市长当的也真够惨的 蒋红起身的时候 故意冲李介彤提醒了一句 李副市长 会议结束了 那意思是说 张市长已经宣布完毕了 你在那傻作 也等不来一个 筹备领导办公室的副主任咯 李介彤狠狠地瞪了一眼 蒋红起身拂袖而去 今天这个会 让他丢尽了颜面 更重要的是 让他感觉到了一种空前的危机 张市长已经对自己很不满了 而蒋红心情大好 张市长这一记耳光打下去 相信李介彤也该老实了 自己终于不用再整天提心吊胆 防着李介彤背后下刀子了 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得在先 功而忘思 一道官徒 一医一官 一人一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衣冠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离开市政府会议室 蒋红的心情非常好 张卫正市长当众敲打了李介彤 相信李介彤也该老实了 自己终于也不用再整天提心吊胆 防着李介彤背后下刀子了 带着好心情 夺着方部出了市政府大楼 迎面又看到了那辆锁着的座驾 蒋红不禁又皱了皱眉 哎 李介彤暗中捣乱 这个厂子可以找回来 可这辆车的厂子 怕是找不回来了 正想着呢 秘书神色匆匆地跑了过来 来到蒋红跟前 压低了声音说道 局长 金帝出事了 蒋红一愣 就跟着秘书往前走了几步 避开政府大楼进出的其他人员 怎么回事 蒋红不能不紧张啊 金帝娱乐会所 就是上回被记者拍到公安局 两名干部进入的那家娱乐会所 事发以后 这家娱乐会所就被勒令停业 不过随着那两名公安干部的处理决定出来 事情慢慢平息了下去 就在昨天市局某些领导睁一眼闭一眼 又让这家娱乐会所重新开张了 谁知道今天就又出了状况 蒋红恨得是牙痒痒啊 秘书就说 金帝去年装修 还欠了一位小装修商的钱没给 今天那个人上门讨债 不知道怎么着 就跟金帝的保安起了冲突 被打成了重伤 现在送到医院去了 八成是不行了 蒋红的一颗心就沉了下去 秘书敢说是八成不行了 就说明这事情已经非常严重了 这下可坏大事了 就听着秘书又说道 起冲突的地点就在金帝门口 周围很多市民都看到了 局长 我们得早做准备 蒋红一只拳头不由捏了起来 太阳穴上的青筋突突狂跳 这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 片刻之后蒋红怒喝道 还行事什么 马上掉进队伍 把金帝里面的人全部给我抓起来 一个都不许放跑 这 秘书有些迟疑 似乎是想提醒蒋红些什么 蒋红整个人都跳了起来 还愣着干什么 放跑一个人 别怪我不客气 这秘书不敢再有任何迟疑 赶紧打电话下达蒋红的指示 然后跑过去给蒋红拉开车门 蒋红的警车冲出市政府 就朝着金帝娱乐会所去了 到了第二天 整个中华市都传遍了 金帝娱乐会所的保安打死了人 公安局上门抓人的时候 金帝的老板和保安早就跑 事情的起因 是金帝娱乐会所去年在装修的时候 向一位做鱼具生意的小商人 定制了一只巨大的鱼缸 造价是三十万左右 装修完成以后 这小商人跑了很多次 金帝娱乐会所却拖着不肯给钱 昨天这小商人再次上门讨要鱼缸的钱 却被金帝的保安狂欧一顿 在送去医院的路上就没气了 这件事引起了极大的民愤 不仅仅是因为金帝保安的野蛮和无法无天 更是因为在保安和这小商人起冲突的时候 距离金帝一百米远的地方 就是市公安局刚刚设立的一处街头治安点 但当时值班的民警并没有过去进行阻拦 这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自然是想瞒都瞒不住 不用李介同出手 这事情就已经闹得人人节之了 省厅领导的训斥很快就到了中华市 市长张伟正终于爆发了 在办公室里狠狠地摔了杯子 中华市的治安必须得狠狠地抓一抓了 当天中华市各大机关就有传言散开 说市公安局的蒋大局长要被调整了 蒋红要被调整的消息 很快也传到了曾毅的耳朵里 来向曾毅汇报的是农委办公室主任谢亮斌 谢亮斌说完依旧狠狠地说 确实也应该整治整治了 他是满怀期望地看着曾毅 他觉得曾毅得知了这个消息 应该会非常的高兴 市公安局跟农委不对付的事情 可以说是全事皆知啊 曾毅却没有表扬谢亮斌 甚至连一丝高兴的表情都没有 他只是脸色平静地看着手里的文件 过了一会儿他说道 今天下去县里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谢亮斌脸色一致 随即眼神里就出现了一丝慌乱 他赶紧说曾主任都安排好了 谢亮斌知道自己今天又搞错状况了 曾主任这句话是在提醒自己 做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 曾毅沉声说了一句 那就出发吧 随手把文件收进抽屉 然后缓缓站起身子 伸手去摘挂在旁边的外套 谢亮斌神情很是紧张 他把蒋洪要倒霉的消息汇报给曾毅 无非就是想投曾毅之所好 谁知道曾毅根本就没有任何兴趣 这让谢亮斌很是惊恐 他已下定决心要靠上曾毅 想尽一切办法取得曾毅的信任和器重 但如果连自己领导的喜好 脾性都摸不清楚 这可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啊 曾毅穿好外套 抬脚朝楼下走去 他对蒋洪要被调整这个消息 没有丝毫的高兴 换掉一个蒋洪 是否就能带来中化市的长治久安呢 他对此很是怀疑 退一万步说 如果换掉蒋洪真的能够改善 中化市的治安状况 那为什么不早点进行调整呢 而非要等到闹出了人命 才不得不调整啊 谢亮斌下楼以后 抢先一步去给曾毅拉开车门 这让慢了一步的司机老张 有些不高兴 就听谢亮斌又说的 曾主任 您看是否需要通知下面的人 做好准备工作 他这次不敢自作主张了 他是小心的请示 曾毅坐进车子里 想了一下说道 那四十分钟以后 让他们在南张乡跟我会合 谢亮斌赶紧答应下 然后合上车门 等目送曾毅的汽车 驶出农尾 就赶紧转身上楼 去传达指示 曾毅这次下去 是要去落实和调研 耕地撂荒的问题 这是排在农产品交易所后面的第二件大事 南张乡的耕地撂荒比较严重 在增益的主导下 南张乡在几个月前 就针对解决耕地撂荒的问题 进行了探索和试点 出台了包括成立互助组 对承包、撂荒、耕地进行补贴等多项措施 曾毅今天下去 就是要实地查验试点的进展情况 并且对试点方案进行纠正和改善 车子开到出城的高速路口 曾毅就看到了蒋洪 蒋洪依旧身着一身警服 腰板鼻挺地站在路边的一辆警车旁边 只是他的脸上难掩没落与憔悴 在蒋洪的身后是市局的其他领导 只是有意无意地都跟蒋洪保持了一段距离 曾毅要去南张乡 必须要经过高速入口 他正考虑是不是要跟蒋洪打个招呼 这时一辆挂着省厅牌照的警车 从高速公路驶了出来 蒋洪领着市局领导上前 就看到东江省公安厅的副厅长张俊宇 从车子里走了下来 曾毅一看 只好让司机老张靠边停车 然后下了车 张俊宇算是熟人 既然碰上了就必须得打个招呼 张俊宇跟蒋洪等人公事公办 城市化的寒暄应付了一番 准备登车进城 一转身就看到了站在不远处路边 微笑着的曾毅 张俊宇严肃的脸上立刻患上了笑容 哎呀 这不是曾老弟吗 然后大步朝曾毅的方向走去 曾毅也快不迎上 伸手握住张俊宇的大手 笑着客气道 看张厅长和市局的同志们 在商量治安大事 我就没敢贸然上前打搅 张俊宇哈哈笑着 有力的晃了晃曾毅的胳膊 然后才松开手 在曾毅的胳膊上又轻轻一拍 这才说 你我之间何必如此客气啊 曾毅笑着说 张廷来中化之前应该通知我一声啊 要不是去下面调研 正好打着经过 这回可要错过了 张俊宇说道 哎呀 这回上面领导的任务来得紧 倒是我疏忽了 曾老弟勿怪啊 蒋红 看张俊宇跟曾毅在那寒暄 完全就像是多年的老友一般 心里有些意外 更有些后悔 曾毅竟然在省厅 也有这般扎实的关系 早知如此 又何必去找曾毅的晦气 那根本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嘛 蒋红身后的其他市局领导 同样也是面色各异 他们心里的意外 丝毫不比蒋红少 寒暄一番 就听张俊宇又说 今天巧 可也不巧 我呀 是带着任务来的 要不等完成了领导交代的任务 我们再找个地方 兄弟俩好好地聊一聊 曾毅只是出于礼节 过来跟张俊宇打个招呼 也不想耽搁他的正事 公务为重嘛 张俊宇就说道 嗯 好 等忙完了公务 我再联系曾老弟 张俊宇的语气中 还略带着歉意 曾毅客气了两句 就看着张俊宇登车 在市局领导的陪同下 进入了中华市区 司机老张 这个时候过来请示道 曾主任 那南张肖 今天还去不去啊 老张也是很是惊喜 谁能知道 曾主任在省公安厅 居然还有这等关系啊 难怪敢锁蒋红的坐驾呢 曾毅转身 朝自己的车子走去 一边走一边说道 行程不便 去南张乡 司机老张 在一丝惊讶之后 也赶紧过去 给曾毅拉开车门 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刚才不是跟省厅张厅长约好了 忙完了公务 再好好聊一聊吧 怎么还去南张厢啊 难道下面的事情 还能有上面的重要 老张想不通 可还是按照曾毅的吩咐 发动汽车 驶进高速 朝着南张厢的方向 快速驶去 在市公安局会议室里 张俊宇传达了省厅领导的 最新指示 其实就是训斥 中化市接二连三的发生治安状况 还能指望省厅领导有什么好话呢 只是让张俊宇口头训斥 都已经算是很好的情况了 张俊宇始终黑着一张脸 没有给一丝的好脸色 必须深刻反省 必须大力改正 必须对各方面都做出交代 会议结束 张俊宇直接了当拒绝了 蒋红的热情挽留 没有在中化市局 做任何多余的停留 蒋红只好把张俊宇 送到市局门口 谁知刚下楼 就看到市长张卫正的秘书 正等在那里 看到张卫正的秘书 蒋红突然面色大变 可随即又恢复了平静 不过蒋红身后那几位市局领导 却是个个都有些掩饰不住的兴奋 秘书上前几步 来到蒋红跟前 客气的说道 蒋局长 张市长让我来请省厅的张厅长 说是有事情要跟张厅长商量 蒋红听了这话 极力想保持脸上的平静 可还是有几分不自然 他点了点头 啊 好好 秘书就看一下了张俊宇 张厅长您好 张市长让我一定要向您道个歉 本来张市长是要亲自过来的 可正好有个重要的外宾来了 无法脱身 所以 张俊宇也不把这话当真 张卫正是中华市的市长 堂堂的政厅级干部 一方诸侯 张俊宇这位省厅的副厅长 虽然是省里衙门的干部 可不过才是副厅级啊 哪有张卫正亲自过来的道理啊 能有这么一句客气话 就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这恐怕还是看在张俊宇市省公安厅的副厅长的份上 张俊宇难得的露出笑容 张市长太客气了嘛 那我就走一趟吧 秘书大喜赶紧在前面带路 那态度非常的热情恭敬 主动帮张俊宇拉开车门 在市长办公室里 张卫正热情接待了张俊宇 一番客套之后 张卫正说道 中华市接二连三出现治安上的状况 我这个当市长的很是惭愧呀 就听张俊宇说道 治安工作本来就是要跟各种状况打交道 出状况也很正常 张卫正就听出意思了 哦 出状况是正常的 那不正常的就是出状况之后的事情 他就顺着张俊宇的话 我们中华市个小地方 治警的水平和经验都严重不足 如果我们的公安干部 能有省厅领导一半的经验和水平 相信中华市的治安状况都会大为改观啊 这方面还请省厅领导 多多给予帮助和指导啊 张俊宇是个心思非常灵巧的人 上次饭桌上 他仅凭顾敌的一点点暗示 就果断认定增益大有背景 此时自然是听出了张卫正的意思 看来中华市已经下了决心 要对中华市局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 那由谁来接任蒋宏就是个问题了 一般来说中华市各个局行尾办的班子调整 那是中华市的家务市 中华市完全可以自己做主 但是公安局比较特殊 它是准军事化管理单位 受东江省公安厅和中华市政府双重领导的部门 所以在这个人选问题上 省厅和中华市都有一定的推荐权和决定权 张卫正把张俊宇请过来 就是要透一透风 顺便试探一下省厅领导的态度 看省厅领导是否有介入中华市局班子调整的意向 虽说在大多数情况下 遇到这种情况都是以地方政府领导的意愿为主 但并不排除有省厅强势干预的可能 张俊宇淡淡的笑了笑 客气的说道 谈不上帮助和指导 不过张市长如此高欲 那作为从井多年的老资格 我就讲两句吧 张卫正赶紧说道 愿闻张听高见 他心想 这张俊宇真是个厉害人物啊 这话茶接的简直绝了 就听张俊宇说道 治了这么多年的井 我的最大感受 就是治井者必须要有杀法决断 要敢为人之不敢为 三秀才何事老 是治不了井的 张俊宇言真意切 说话的时候 还伸出手指在面前的桌子上 轻轻敲了两下 张卫正听了却有些疑惑 这张俊宇应该是个灵通人物才对呀 怎么还真的对自己念起了治井经呢 难道是看走了眼 张俊宇貌似精明 其实愚笨 等目光落在张俊宇手指敲打的地方 张卫正的眉毛不由一挑 张俊宇手指敲的地方 赫然放着的是一份 增议提交给市里的报告 张卫正上午拿出来看 忘了收起 就放在了会客的茶几上 想想张俊宇那句杀法决断 敢为人之不敢为 再看看眼前的那份报告 张卫正的心里有些吃惊 难道张俊宇指的就是增议 把张俊宇送走之后 张卫正点起了一支烟 坐在办公椅上 把刚才和张俊宇交谈的内容 掰碎了 再细细琢磨 有一件事情 张卫正必须要搞清楚 张俊宇暗示 可以由曾毅去担任中华市公安局局长 这到底是张俊宇的私心呢 还是省厅领导的意见呢 又或者是更高级别领导的意思呢 如果仅仅是张俊宇的私心 那张卫正大可不予理会 可如果是省厅领导 或者是省委领导的意思 那张卫正就必须要遵从了 张卫正大感头痛啊 让曾毅去担任中华市公安局的局长 这不是开玩笑吗 只是一个小小的农委主任 他就敢火烧方明县 当众收拾副市长 甚至连蒋洪这样的土霸王 都拿他没有办法 此种行径又何止是敢为 人之不敢为呀 曾毅几乎已经是敢为 到了一种无法无天的地步啊 如果再让这样的人 掌管了暴力机关 怕就是没有他不敢为的事情了吧 只有他想为和不想为的区别了 张卫正把烟从左手换到右手 这眉头也没有舒展开 就是平时开常委会 他也不曾有如此难以决断的情况 让曾毅担任市局局长 从组织程序上说 根本没有任何难度 因为曾毅已经是市政府的党组成员了 从市农委调到市公安局 不过是对党组成员之间的分工进行重新调整 这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张卫正之所以把不准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 曾毅这个中华市的全民公敌 被压抑了这么久 突然走上十全岗位 会不会进行打击报复 把中华市搅得鸡犬不宁 二是市公安局局长这个位置太重要了 属于各方必争之位 而曾毅在中华市向来是我行我素 任何一方的账都不买 他担任了市公安局局长之后 能不能听自己的招呼 这非常难讲啊 比起曾毅的无法无天 张卫正更不想把这个重要的位置 轻易的让于他人 至少蒋洪在主持市局期间 对自己还算是恭敬有加 这也是蒋洪能够坐稳 这个位置的重要原因 哎 难办啊 难办呀 这烟一直燃到了尽头 张卫正才有所发觉 伸手把烟狠狠掐灭 起身站到了窗户边 面色凝重的眺望远方 让曾毅担任市局局长 将来有谁能降得住呀 再说曾毅 到南张乡去实地调研了 廖荒耕地的试点效果 并且走访了一些承包组和互助组 在得到了反馈信息之后 就组织当地农委的干部开了个会 对所收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并制定了临时性的改善措施 开完会 当地农委的领导热情的挽留曾毅吃饭 曾毅正在考虑的功夫 手机就响了起来 接起来一听 竟然是张俊宇 曾毅就说 张廷你好啊 张俊宇笑呵呵地纠正道 你看 我可是称呼你为曾老弟的哦 曾毅就笑道 张大哥的公务都忙完了 哈哈 忙完了 就是把领导的意思传达一下 你也知道啊 做个城市的事情吧 张俊宇笑意更胜了 显然是对曾毅的从善如流非常高兴 曾毅就笑着发出邀请 公务都忙完了 那私事是不是也要办一办呢 我一直都想请张大哥喝杯酒 不知道今天张大哥肯不肯给我这个机会啊 张俊宇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寒碜我是不是 别人的酒可以不喝 可自己兄弟的酒 那是一定要喝的 曾毅就觉得有些奇怪 张俊宇这话似乎是有所暗示啊 官场上的喝酒 可绝不仅仅是喝酒那么简单 除了什么酒对等什么级别客人 就连每一种说法都代表着一种含义 换句话说 如果事情不同 喝酒的说法也会有所不同 而张俊宇刚才的提法 明明是意有所指的 曾毅心里就纳闷了 最近也没什么好事啊 张俊宇这是要喝自己哪门子的酒啊 不过曾毅也没有在电话里细问 而是跟张俊宇约好了吃饭的时间和地点 然后就返回了中华市 长篇小说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得在先 功而忘思 一道官徒 一医一官 一人一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医官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张俊宇在忙完了工作以后 主动打电话联系曾毅 曾毅当然要热情招待 之前在高速路口 不过是出于礼节 遇上了就打个招呼 曾毅可并没有想到 张俊宇在忙完公务之后 还会真的给自己打电话 但张俊宇既然主动联系了 曾毅当然要热情接待 如今 在东江 曾毅最缺的就是得力的盟友 除了顾敌和孙有胜之外 曾毅也没有任何外援 既然张俊宇有结交的这个意思 曾毅当然是欢迎之至 沈公安厅的副厅长 那可不是等闲人物啊 在饭桌上 张俊宇性质颇高 提起杯子说道 曾老弟啊 今天借这杯酒 我这个当哥哥的向你道贺了 今后曾老弟发达了 可千万不能忘了我呀 曾毅举起酒杯面带苦笑 还请张大哥给我讲个明白 究竟是这喜从何来啊 我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啊 张俊宇拿酒杯跟曾毅一碰 先喝了这杯再讲不迟 他一仰脖子一饮而尽 然后把空杯子伸到曾毅跟前 我可是干了 曾毅无奈 也是一饮而尽 同样是亮出空酒杯 张俊宇哈哈一笑 哈哈 爽快 但看曾老弟喝酒的气势 就是块知景的料 曾毅可就愣了一下 张俊宇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知景 跟自己根本是八杆子都打不着啊 张俊宇也就不再卖关子 凑近了几分 微微笑道 这里啊 没有外人 我也就给你交个底 曾老弟可要提前做好准备 今后中华市警察队伍的担子 怕是就要由你来挑了 曾毅吃了一惊 张大哥 不会是搞错了吧 哈哈 错不了 知道这消息的 也就几个人而已 我也是沾了近水楼台的光 提前知道了这个消息 特地先任一步 来向曾老弟贺喜呀 张俊宇呵呵笑着 很是得意 心想 自己绝对是第一个 想曾毅道贺的人 可曾毅还是有些想不通 甚至是无法接受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就 就算是要调整 中华市公安局长的位子 也不该落到我头上啊 我从来没有从过井 更没有丝毫置井的经验 张俊宇却摆了摆手 哎 你来中华之前 曾老弟好像也没有主持 农业工作的经验吧 没有经验不要紧 所有工作都是从零开始的嘛 再说了 这不是还有我吗 我怎么说 也是从井二十余载了 大的忙帮不到 可帮曾老弟你压压阵 相信还是能够办到的 曾毅依然眉头猥琐 这事定了 曾毅并不是担心 自己经验不足的问题 而是压根就没有想过 要去公安局工作 中华市农委的工作刚刚理顺 农产品交易所的建设 也是刚刚起步 这个时候 曾毅根本就走不开呀 见曾毅这般模样 张俊宇也是有些意外 换了别人 从市农委调到市公安局 担任一把手 那都是不知道烧了多少高香 刚才有的好事 怕是早就心欢怒放 不能自已了 可怎么到了曾毅这 反倒还不乐意了呢 稍作思索 张俊宇觉得 自个儿应该是摸到 曾毅的顾虑了 他就说道 这眼下呢 中华市的治安状况 确实令人棘手 在这个时候 把你推到这个位置上 那是有一些风险 不过呀 你也不要有太多的顾虑 中华市频出的治安状况 已经让省里的领导 很不满意了 这次点你将的 正是省里的大领导 曾毅一听 更是头疼 如果这只是 省公安厅的意思 那自己还可以 想办法推脱掉 毕竟省厅的提名 也只是推荐罢了 可要是省里大领导 亲自点的将 那很可能就 没有办法推脱了 曾毅不由叹了口气 唉 他担心自己离开之后 农产品交易所的事情 就会被搁置 张俊宇更加意外了 他以为 曾毅是担心 无法收拾中华市 目前的这个烂摊子 所以不想接手 但是在明示了这次 是省里大领导 点将之后 曾毅怎么 还是有些不乐意啊 这可让张俊宇 无法理解了 就算接手之后 再有状况发生 那在短期内 也根本不会影响到 曾毅的身上 谁敢质疑 省里大领导 用人不当呢 张俊宇就说道 中华市局的这个位置 很多人可是求之不得呀 这也是在提醒曾毅 曾毅 何尝不知道 市公安局局长 这个位置的权力 有多大 这可是手握暴力机关 拥有合法伤害权的 实权位置 就是比起 不挂常委的副市长 还要威风几分呢 但是他又不能向张俊宇 讲出真实的原因 就说道 哎呀 我是有点舍不得 农委的清闲日子呀 张俊宇就笑了起来 自己还到曾毅 为啥不乐意呢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是啊 这个想法倒也不错 农委的日子 确实很清闲 那工作呢 做也行 不做也一样 做好了有政绩 做坏了 也没有人愿意追究 像这种事少 责任少 手上还有点小权力的职务 确实也是很多体制中人 梦寐以求的理想岗位 张俊宇便再次提点道 曾老弟啊 农委的日子确实清闲 可你还年轻 这个岗位 似乎不太适合你呀 是啊 曾毅年纪轻轻 还远远不到混日子的时候啊 曾毅也不再跟张俊宇多解释 提起酒杯说道 张大哥说的是 趁着年轻 是该拼一把 这种好机会 也不是说有就能有的 张俊宇见曾毅 把自己的话听了进去 心里更是高兴 哎 你能这么想就对了 错哥哥的呀 可是真为你感到忠心的高兴啊 也祝愿你能有更大的机会 更好的前程 曾毅伸出酒杯一碰 多谢张大哥 你对我的好 我记下了 张俊宇心里好一阵激动 他今天苦口婆心的讲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曾毅的这句话 只是他也没有表现在脸上 而是端着酒杯说道 说的什么话呀 当哥哥的不为你好 还要为谁好啊 几天以后 蒋宏要被调整的消息 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从市里传出的最新消息 蒋宏将被免职 然后挂一个复巡视员的名头去养贤 从手握实权的公安局长 到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复巡视员 蒋宏的政治前途 基本上宣告结束 这个消息之所以还没有正式公布 是因为新局长的人选还没有确定下来 这两天市里的各种消息满天飞 有的说会从省里空降一位新局长 还有的说是从兄弟地势平调 也有说从市局现有班子成员里提拔 当然了 最不靠谱的一个说法 是说什么农委主任曾毅会调任市公安局局长 市局现有班子的成员中 那几位有希望受到提拔的这两天变得是炙手可热 甚至连提前祝贺的电话都收到了不少 而唯独市农委门口依旧是门庭冷落车马锡 说曾毅会担任公安局局长 绝大多数人的反应都认为这是个恶作剧 肯定是有人想恶心曾毅 拿这个中化市的全民公敌再调侃开涮啊 谁都有可能担任着市公安局局长 唯独让曾毅去当 这消息简直比市长要倒台的谣言 还要滑稽荒谬 要知道市长走了 中化市的太阳照样还会升起 可要是让曾毅这种无法无天的家伙 当了市局的大局长 那中化市岂不是要暗无天日了 这种事情谁都不会答应的 不过很快就传出了 令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结果 市委已经通过决议 由曾毅担任市公安局的新一任局长 在所有人都还没有回过神来 觉得这个消息太不真实的功夫里 市委已经走完了 曾毅上任之前的一切流程 可能是省里大领导点将的关系 市里的流程走得非常快 曾毅没有从警经历 按照规定 在走上治安系统领导岗位之前 必须要经过三个月的警务培训 可这次竟然也免了 接到任命通知的同时 曾毅的授贤文件也到了 在市领导找曾毅谈过话之后 曾毅便正式走马上任了 送曾毅上任的是市委组织部的部长 王立民 当着全市治安系统的干部 王立民宣布了曾毅的任命 他讲道 过去的工作成绩 证明曾毅同志是一位有魄力 有能力 有水平的好干部 有曾毅同志担任 我市公安局局长的决定 市委是经过认真调查研究的 是审慎而负责的 此时此刻 坐在台下的全市公安系统的干部 以及台上的市局领导 才觉得自己不是在做梦 更不是在过愚人节 这位让市公安局丢尽了脸面的农委主任 竟然摇身一变 成了中化市警察队伍的一把手 市上的一切事物总是有迹可循的 只有眼前的这件事 才让大家觉得 什么叫做世事变化无常 连曾毅都能当上市局的大局长 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呢 别说别人想不通 就是曾毅本人也有些不真实的感觉 以前曾毅常见杜若陈龙他们穿着警服 可现在这身警服穿在自己的身上 倒令曾毅觉得有些怪怪的 当着全局科级以上的干部 曾毅目光坚毅 讲话铿锵有力 发表了简短而务实的履职宣言 人民警察是一个光荣而伟大的职业 能够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成为大家中的一员 我感到十分荣幸 我将竭尽全力 认真履行职责 努力把全市公安工作做好 保一方平安 不辜负市委和全市人民的重托 作为公安站项上的一名新兵 我深感责任重大 今后在工作之中 欢迎公安站项上的各位老同志 多多批评指正 感谢同志们的支持和厚爱 凝制了两秒 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不管你乐意不乐意 不管觉得真是与否 都已经无法改变增益成为中华市警察队伍一把手的现实 面对新一任老大的入职演讲 现场的每个人都表现得很激动 这掌声足足响了有七八分钟 送走王立民之后 按照惯例 是曾毅上任之后的局领导班子碰头会 说是班子成员彼此之间互相认识一下 但碰头会真正的核心 却是班子成员之间的分工调整 几位局领导面色各异 跟在曾毅的身后进了小会议室 会议室里 曾毅坐在了端前的位置 却并不着急开口讲话 而是端着茶杯 慢条丝里的品着茶 一边观察会议室里其他局领导的表现 这一把手不开枪 另外几位局领导也都选择了闭口不语 大家都在琢磨着 今天的这个碰头会 曾毅要怎么开 在座的可都是公安系统的老资格 曾毅这一个负责农业工作的行政干部 突然之间成为了全市警察队伍的一把手 怕是他连公安系统的这些门道都还没有摸清楚呢 人不熟悉 事情也不清楚 这公又怎么能分得明白呢 当然了 也有人在心里盘算着 自己能从今天的碰头会上获取什么好处 以及今后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位新来的曾老大 分工分工 无非就是利益的重新划分 等了足足有十分钟 曾毅的那杯茶还没有喝完 在座的局领导便有些沉不住气了 常务副局长高晓东从兜里掏出烟盒 抽出一只点上以后就巴搭一声把打火机扔在了桌面上 然后靠在那里开始吞云吐 高晓东 高晓东这一起头可就勾起了大伙的烟盐 两分钟以后会议室里就变得烟雾缭绕 急赶老烟枪可都是美美的过起了烟盐 曾毅面色平静的扫了一圈 发现在座的除了负责做会议记录的局办公室主任汪洪毅 以及一名排名靠后的副局长罗学虎之外 都在那儿吞云吐 尤其是坐在旁边的高晓东抽得最凶 眨眼间就已经抽完了两只 右手还放在烟盒上不断摸缩着 看来如果曾毅不开口讲话 高晓东很快就要点上第三只烟来打发时间了 而此刻没有参与到吞云吐物之中的汪洪毅和罗学虎 并不是不抽烟 从他们熏黄的手指来看 这两位也是老烟枪 而且这烟饮还不小 曾毅就缓缓地放下了茶杯 心里已经对局领导班子的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 这是曾毅总结出来的独有的判断方法 只适合他自己 要说这体制内会山会海 接待任务也非常多 所以几乎人人能喝 人人都是老烟枪 但是也有特殊的情况存在 如果单位里的一把手不抽烟 那么这个单位肯定就会是禁烟模范单位 增益是不吸烟的 所以在风庆县的时候 只要增益参会 那这会议肯定是清一色的喝茶 就算烟饮再大的人也不会拿出包里的香烟 这种情况在中化市农委也是一样 所以说增益是什么中化市公敌 可在市农委内部 增益却是不折不扣的一把手 没有人敢出来挑战他的权威 连农委的人都在遵守这个规矩 那作为消息灵通的公安机关 肯定早就把增益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了 吸烟是小事 可关键是从这个小小的细节 增益已经基本能判断出 局里这班子成员们对自己的真实态度了 增益终于开口了 就听他说道 大家都知道 我之前是做农业工作的 从来就没有搞过公安工作 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门外汉 不过既然市委领导信任 我就必须服从组织决定 努力把工作做好 只是隔行如隔山 熟悉公安系统的业务和规律 总得有个过程 就我个人而言 努力争取用三个月 跑遍各个基层单位 这期间调研考察是我的主要工作 说到这儿 增益再次扫视了一圈现场 综合考虑局里和我个人的现实情况 我有个建议 暂不调整局领导班子的分工 等我熟悉了局里情况之后 再进行商量 会议室里出奇的寂静 大家都在琢磨增益的这番话 高晓东琢磨了半天 倒是有些意外 按说照增益那无法无天的风格 新官上任还不得狠狠地烧上三把火呀 哪管什么情况熟不熟啊 就算没有三把火 一把火总会是有的呀 可怎么突然间就变了性子 搞起了什么调研了 上面这个时候 让增益来主持公安系统的工作 肯定是要让他来收拾烂摊子的 可不是搞什么调研呢 办公室主任汪洪毅 认真的在手里的记事本上滑了着 心里却对增益有了个初步认识 嗯 这位新来的局长不简单啊 这哪里是搞什么调研呢 分明是给大家一段思考的时间 等着大家前去投靠效忠呢 机关里面最难平衡的就是利益 一切争斗都因利益而起 就是其他没什么大权利的机关 想要分好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打得头破血流的情景并不少见 而公安机关的水可就更深了 如果在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贸然出手 最后受伤的多半会是他自己 最好的办法就是像曾益这样 暂时不分工 就算曾益在公安机关里毫无底蕴 可毕竟他是名正言顺的一把手啊 只要是站稳了脚跟 那在中华市局这一亩三分地里 绝对是能够做到一言九鼎的 哪怕曾益是中华市的公敌 哪怕所有的老资格都看不起这个新丁 但没有人会跟自己的前途过不去 更没有人舍得自己手里的权利 在曾益还没有站稳脚跟之前主动靠上去 那就是从容之臣 如果等到曾益站稳了脚跟 那你靠不靠上去 对曾老大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 这一招调研实在是高啊 这不是调研啊 分明就是钓鱼 而且还是江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 曾益这个暂时不分工的提议 很快就得到了 举领导班子成员的一致赞同 中华市局的班子能够如此存在 自然也是利益平衡后的结果 曾益不去打破这个利益平衡的局面 很多人自然是乐于接受 当然也有不少人动起了心思 暂度分工并不是永远不分工啊 该行动还是要自己得提前行动啊 市局里的肥圈也就那么几个 手快有手慢无误啊 散会以后 曾益去看了看自己的办公室 这里面的布置摆设 都很中规中矩 并没有愉悦和不足的地方 汪鸿义向曾益解释着 局长 这次时间紧 准备工作确实不足 只有这间县城的办公室了 要不您先暂时用着 我们再给您准备新的办公室 这一次人事调整 并不能说是匆忙 事先倒是早有消息传出来 但是也可以说是非常匆忙 从市里确定人选到曾益正式上任 也就短短几天的功夫 在大家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间里 曾益就已经到市局上任了 汪鸿义又说道 不过局长放心 这间办公室之前一直是空着的 没有任何人用过 这一点我保证 曾益左右看了看办公室的情况 对这里面的布置还能接受 就说道 挺好的 就这里吧 汪鸿义松了口气 心说 还好自己到农围 打听过曾益的脾气了 没有在办公室搞什么超高配置 他赶紧说 那局长您看还有什么需要添置的东西吗 我马上叫人去采购 曾益只是点了点头 并没有再说什么 汪鸿义便过去打开窗户给屋里透气 然后又烧了水 给曾益气了杯茶 恭恭敬敬的放在办公桌上 这才小心翼翼的退了出去 临走时还说 我就在外面 局长有什么事就尽管吩咐我去办 曾益坐到办公椅里 端起茶杯 慢慢品了起来 就在昨天 他还是农围主任 手底下也就只有二三十个人 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衙门 而今天 曾益就成了市公安局的局长 同管全是上万名警察 直到现在 曾益才有点意识到 自己身份转换 所带来的不同 只是当上这个局长 并不意味着曾益就可以完全掌控整个中华市局 也不意味着中华市的治安状况就此好转 跟过去就能彻底划清界限 在眼下 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 如何打开局面 又如何尽快扭转和改善中华市的治安状况 是曾益现在面临的两大难题 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明天好 明天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